因為有些建訪上12點左右 他們就會跟著 下個什麼時候 沒有了 12點 然後我過來 就放開我可以拿 好那個 現在下午2點半 那個可以請主講者回座 哈哈哈哈 熱發糖 我今天非常熱情的那個講者 主動跟那個聽眾 保甘情 我是張震 我是這個書店的負責人 那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不去國際書展 這邊 我覺得好像文青都應該去國際書展 不過反正我們分流嘛 我們是小眾 那這個題目呢 顯然很多人是關心的 我們這個活動在 三個月前吧 就PO出來 然後馬上那個 就有很多人按參加 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為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事情誰知道 可是還蠻特別的 而且今天 現場顯然也真的來了很多人 你們是有按參加的嗎 我有按 因為現在那個越來越不準了啦 而且其實按參加 我覺得無所謂就是按參加表示支持 那我 我人不能到心到了之類 或者是錢到了也可以 好 那我們這個書店叫燦燦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那今天題目當然不是談所謂的東南亞 不過我們其實一年辦三百多場演講 也不可能都只辦東南亞 那我們其實已經把東南亞的意思意義擴張了 就是所有的移動的事情 跟移動相關的 移民相關的 或者我們覺得在台灣應該重視而沒有被重視的事情 我們統稱它東南亞 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們出一本字典 我們的東南亞這個詞條裡面 都會有兩個定義 一個是亞洲東南部叫東南亞 一個是我剛才講的那一串 都稱之為東南亞 所以今天講英國荷蘭 講移民 這個是非常符合我們書店的宗旨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其實希望台灣是一個更寬容的 更對新的知識 或者不熟悉的知識有一些好奇心的地方 那我們就開設這樣一個 一個場所 非常歡迎大家來分享你所知道的事情 那也特別要感謝大家 冒著這個很奇怪的雨 就是很小的雨 可是就是會死的這個天氣來這裡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書店成立的那個目的 當然最初的 最初的目的當然是要給 在台灣的東南亞朋友有書可以看 所以大家在樓下或者這邊 也都有一些 其實我也看不懂的書 東南亞文字的書 那我們當初成立這個書店 是希望在台灣的幾十萬 接近百萬的這些東南亞朋友 如果他想看書是有書可以看的 我們當然也不會強迫他們要看書 因為看書這件事情現在已經是很少見的事情 可是幾十萬人裡面總會有人想要看書 所以我們發起了一個運動叫做 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 如果大家去國外尤其去東南亞 請你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來給我們 然後我們 你也會知道這不是給我看的 我不是那麼賤 然後叫大家再說給我看 因為我也看不懂 可是我們會試著把這些書 散到台灣各地去給那些東南亞朋友看 那這個活動已經 已經三年了其實還是持續在有 持續有人從東南亞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來 那你也不用問我要帶什麼書 你就隨便帶著好了 那各式各樣的書都會 都可能會有人看 那我覺得主要是表達一個善意 然後那個膝蓋如果好的可以坐前面低差 如果你真的膝蓋不好腰不好你就坐椅子 那有些年輕的朋友請不要那個 不要客氣就可以接近講者一點 那另外呢我們的書還有 我們當然還是有中文書 樓下有很多中文書 那當然也是跟我剛才講的東南亞的定義相關的 東南亞各地的或者談移動的談移民的書 那我們的書有一個特殊的 全台灣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借閱方式 就是我們的書是原價借閱 這本書假設300塊 然後你也不要想有任何折扣 它就是300塊 你給我們300塊書帶走之後 你愛看多久就看多久 你在上面畫線寫字都OK 然後你還我們的時候 如果你還我們我們就會還你300塊 這是原價退還 那你不還我們也沒關係 因為反正你已經付了300塊 這個我們的借閱方式 我們鼓勵大家 盡量看吧 而且看的時候可以在上面畫線 挑錯字寫沒批 那如果這本書不好 請你就不要客氣的 他們寫這本書超爛 然後還給我們 我們會公布給那位作者 我們也不希望爛書充斥在這個書室 好 那今天下午的時間很長 我們晚上 今天晚上沒有活動 所以你可以繼續講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這邊也可以吃東西的 這邊也可以吃東西 那可以講到9點 好 那我們 難得從英國回來 就是大家可以徹底的談一下 好 那 真的啊 那馬上我們再活動再開一場 7點開一場 這樣我們可以另外收一次費用 所以這樣大家很划算 就是腳150就可以贏兩場 沒有所以你要切斷 就要清場 然後再加錢 這樣你的收入才會變多一點 為什麼創辦人可以是創辦人的原因 我們就擺明的講 我們其實就是靠這個在維生 所以你們剛才丟的 這場多少 100還是150 有一半會是他的 好 如果你忘記丟了 其實他也會損失 我們也會損失 好 那你如果真的不捨得丟 我們也有一個很人性的制度 就是你就做換工 你就不要丟錢 你就上來 那 你就寫一篇筆記 500字 明天也先交 算一算 你覺得實在划算 500字搞費一個字 一塊也500塊 可是還不如丟150算 好 這是我們的一個制度 還有一個制度 就是 就是開場15分鐘之後 你覺得 幹 來錯了 你就下去 你就下去 然後我們的同學就還你錢 你就 就再見 這很好 因為你現在已經講了八分鐘 對對 我是故意 好沒關係 就從他開始講來算好了 或者他 他的 他膽子比較大 而且他剛剛給大家吃糖了嘛 是不是 我們開放到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之內 都可以 好啦請大家開拍手 歡迎詩惠 大家開手完之後 我想問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入場費是要交到哪裡 下面有一個餅乾桶 有一個餅乾桶 對 他是在提醒大家 忘記交給大家 就是一張偽裝不經意的提醒大家 說 走下個餅乾桶 記得要買150元進去喔 哈哈哈 好 對那個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原定的時間的話呢 就是四點半以前結束 那因為我 大家聽得出來我聲音有點騷聲 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能夠準時幫大家走 哈哈哈 但是準時幫大家 知道after talk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就是大家就隨行 對 所以 對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想要講的主題的話 是無政界移民的就醫旅程 那 欸 如果我剛剛問了 因為我剛剛就是 尋禮了一下 我覺得就是大家 就真的是很感恩佛心 大家是真的 就是既然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願意冒雨過來 我真的要先謝謝大家 對 那 可是這個主題對我來說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在 不管是在台灣 何來還是英國 我陪伴 呃 陪伴或者是我自己的 就醫的一些經驗 甚至說 我發現 其實就醫 其實原來不是像我原本想的 這麼簡單 因為我在 那 他其實是一個 不是只有去 呃 付錢給醫生看完 就 就結束的事情 他其實很長期 他就像 呃 準備一個背包客旅行室 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也 就是為什麼我會蠻想要講 這個部分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當然就是放的圖片 都是有Photoshop 所以你會看得出來 又跟本人有點不一樣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呢 呃 我可以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所以你們可能會比較了解 我的背景的話 就是之後你要問的任何的部分的話 也都是隨時可以問 對 那所以我之前的話 我在台灣的話呢 我是社工 我是讀社會工作出來的 然後我在台灣也做了大概 四年左右的一個社會工作室 然後 我之前做的話呢 我有做 我前面第一個做的話 是做HIV相關的 然後後來的話呢 我就發現 欸 我那時候在 呃 工作的時候 我就泡到一些移民 然後呢 他可能是從 比如說緬甸來的啊 或西藏來的 然後呢 他們可能都沒有身份 然後呢 他們要面對的是很 呃 HIV就是這樣子的 長期的 一個慢性疾病 然後 而且大家要知道 三合一藥物 簡單一句話就是很貴 在台灣尤其更貴 貴得要死 那到底他的 可是他也出不去台灣啊 那他也進不來 別人也進不來 別人也進不來 他也出不去 那生命這個事情的話 呃 就變成一個很棘手的部分 因為 呃 可能大家不知道 三合一藥物的話 他是每個 每 他是一個 你要長期使用 三合一藥物大概一個月 在台灣的原價 我記得那時候 我不曉得現在價的部分 是一萬多塊錢 如果沒有健保給付的話 那 我覺得就連一般的 一般社工人員 大部分社工人員的薪水 那是三萬二啦 直接跟大家講 然後健保還要內扣 對 那所以 就連我自己 我都覺得付這個錢 老師絕對付不起了 更何況 更何況是其他人 對啊 那 所以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對移民是有 開始有興趣 我發現我對移民的 呃 著重點越來越多 所以後來的話呢 我就去蒙葬金金會 然後呢 開始去做移民相關 後來的話 再更後來的話呢 就覺得 欸 好像其實我知道也不多 也許讀書會變得比較聰明一點 然後所以呢 就去荷蘭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荷蘭讀書 那基本上 那荷蘭讀書開始的話 也就是移 基本上也就是 本身也就是一個移民啦 因為你就是移居在另外一個地方 重新愛生活 那 荷蘭讀書完之後就發現說 欸 其實讀完書好像也比較聰明喔 對 而且讀書的話 寫的報告都可能會被退回來 可能投資都是 移民本 移民本身就是有風險 有風險的話就是有賺有賠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呢 那個就是打水 錢全部都是打水漂去 所以 後來就是在荷蘭讀書完之後 也是讀 國際發展跟移民相關 然後後來喔 現在的話我是在英國那邊 Walking Holiday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移工啊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我最近 我最近這兩三天回台灣啊 約我要買義父卡 然後呢 每個人買義父卡的時候 就跟我說 喔你要買義父卡 我說對啊 他說就是就是外勞 就是外勞他們要買的那種對不對 我想說 嗯 對啊 哈哈哈哈 那不勒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所以我後來我就想想為方 對 我就是 我現在就是在英國的外勞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的話 呃 我在這三個地方都多少 新鮮經驗 所以這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那到底今天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角的話呢 因為我必須要說我比較幸運 我好 我比較幸運也比較 可能比較幸運也比較有錢一點 所以呢 就 就是 在這三個地方 都有大大小 都是有 不同 不同等級的 合法身份 有那張紙 讓我 就是還可以 就是生活在那邊 可是我今天想要介紹的主角的話呢 欸 下面有四個 我不曉得 大家可以選一個 就是 你覺得適合的 你覺得適合的名稱 因為我覺得這四個名稱 大家其實都會 大家其實都會 大家其實都會叫 在平常在談論他們的時候 呃 到底 到底是什麼不一樣呢 簡單來說 移民一定是的嘛 因為移民 如果是就字面上意思的話 就是說這個人 他離開自己原本 原生的國家 然後在另外一個國家 生活的人 對 那就是叫移民 所以我覺得 那或者是說 那所以移民的話呢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說 就是所謂的 比如說非法外勞 或者是 可是我們這邊 為什麼又移民不是外勞呢 因為移民不代表說要工作啊 誰說一定要工作呢 對 所以就移民 但是 非法 為什麼 那為什麼 那到底你會 那要怎麼去形容他們呢 是非法的嗎 還是說 他們只不過是沒有政見而已呢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大家 誰給你有政見 去澳洲 去澳洲 去美國 啊就是船搭上去了 船跳下去了 就結束了 對 啊在那邊開墾土地了 開墾土地開墾就是你的了 誰跟你合法不合法 對 所以呢 這基本上來說 是 對 那 可是 所以基本上來說 你到底要怎麼建議他們是非法的呢 還是說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只是沒有政見而已 他們沒有一個 還是是說 他們其實不是循所謂的循正規的管道 呃 居住在 居住跟移動在那個地方 或者是說其實很簡單的 他們就是在 呃 不是原生國家 在當地生活的一個人而已 對啊 那 其實這些 如果你是用比較學歷 如果你是回到比較一些 academic paper 的話呢 他們其實 結果他們就會跟你說 這個其實是依照不同的脈絡 你是依照法治的脈絡 或是依照那個程序的脈絡 或者是依照那個社會科學的脈絡去界定 那我個人覺得這東西就是 還是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是怎麼去看待這些 我們是怎麼去看待今天的主角的 對啊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講醫療的話呢 因為我覺得醫療是個很有趣的是說 如果我們是說到那個SDG的話 就是所謂的永續發展 目標 因為在千辛年 我們之前聯合國的時候 不是在聯合國2000年的時候 他就是有講到那個千辛年目標嘛 就希望世界大同 我們這個世界可以更年好 所以他們就有10個吧 我記得那時候是10個 然後就出了10個目標 就後來的話呢 15年過去之後 發現那個10個目標呢 有點膚淺 沒有辦法涵蓋到所有的人 因為你就只說女權 那LGBT咧 對啊 啊你說移民 那我們沒有政界的移民該怎麼辦 對不對 那所以呢基本上來說呢 雖然他們 他們在2015年的時候呢 就是改成有序發展 有序發展 有序發展目標 然後呢總共就是把它變成17項 那17項裡面呢 其中以下很重要的是說 就是醫療 就是他們就強調說 不管你今天 你是什麼性別 你是什麼人種 甚至說你不管是什麼身分在那邊 其實你保有你的健康 這是你最基本的人權 而且這個基本人權是普世價值的 對啊 那這個的話如果你在去問一些 我不曉得在場有沒有人是醫療背景的 對 那個所謂的 通常醫療背景的 喔對 你也是齁 送醫也是 送醫也是 送醫也是醫療 送醫也是醫療 這個通常不是有 通常會有 通常會有 什麼的 blah blah的課嗎 對啊通常都會講到 是不是醫療是普世價值 是人權 送醫也是可以做的 沒有後面 後面 後面也是有 醫不同瘦的 就是人類 這個也是有講到 醫德 對 所以這個的話 那當然 我們 就是如果我們是說在國外生活的人的話 那也是人 對啊 生命有危險的時候 應該也要救 可是實際上我們所看到的新聞 或者是實際上我們碰到的狀況 就是不救 那到底 所以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我開始去問說 到底 對啊看個醫生是有多困難 這到底看醫生的困難度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呢 我可能就是 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不確定大家是不是 我相信 因為我剛剛有問了一些人 他們其實就已經有非常好的弄耗 其實不用來 但是沒關係 我們要假裝大家都不知道 這樣我們才可以收入場費 然後 對 所以呢我可能就會是循著整個過程 先跟大家講一遍 然後呢 我也是會鼓勵大家說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 就大家有任何自己的經驗啊 其實也都歡迎丟出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據說我們有三支麥克風 大家麥克風就可以 就是自己找 就可以自己傳下去這樣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我剛剛有把我糖果 遞給我朋友 對 糖果 糖果就是大家自己把它吃掉 換一個口音 對 那個 對啊 對啊 所以如果 我之前在荷蘭的時候呢 為了要畢業 所以呢我做了我的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基本上來說 是針對中國的無政界移民在荷蘭的生活狀況 然後呢主要是針對他們的 那時候針對不是只有健康而已 因為其實你說的 主要是針對我們所謂的Wellbeing 他們的所謂的幸福指數啦 那就是 這個就包括他們的社會 社會狀況啊 心理狀況啊 還有他們的 在當地的經濟狀況的部分 那如果是就一 可是我發現我跟他們討論 我一開始其實要接近他們很困難 因為 我覺得我多少可以理解 如果當我沒有證件 我出門的時候都是一個風險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接近一個奇怪的 奇怪的陌生女子 而且這陌生女子 她可能要問東問西 之後寫在文章上面 那大肆宣揚 到最後呢她可能得到的碩士 我可能什麼都得不到 這個是審實際的狀況 對 所以後來發現 我第一個 我後來發現我跟他們 開始能夠連上話的 話題 就是 他們需要看醫生的時候 他們需要看醫生的時候呢 所以呢 所以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到底 我發現說就是 其實看醫生可能 就只是短短的那三十分鐘而已 但是在三十分鐘 他們可能 我們可能 我會跟他們 會花了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我們才有辦法走到看醫生那一步 那這個中間的話呢 這還算快的 因為可能前面他們還是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 to be or not to be 是到底要去還是不要去呢 就是為什麼這個 當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你直接去看醫生 變得要去或不要去 這個就是個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當就醫 就不是只是就醫的時候了 到底什麼 到底 就醫不是 不只是就醫是什麼原因呢 欸 舉例來說 我現在的話呢 身為一個 身為一個外勞 欸 我們也就是在 基層的服務 也是算基層的服務人員 啊 基層服務人員的話 我第一個要 我就可以很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 基本上我們要排班 那呢 排班的話呢 時間呢 絕對是你沒辦法去看醫生的時間 就是你下班的時候呢 醫生一定少就下班了 你上班的時候 醫生可能還沒有開張 所以呢 你到底要怎麼跟 那你可能要跟老闆說 欸那個 我想要中間 休個三個小時去看醫生 老闆說 你幹嘛 是不要工作了是不是 對啊 啊就說 好啊 你去 有沒有就是叫台灣人的口氣 就是說好啊 你去就不要回來了 對啊 更何況 其實很多 如果我 如果我沒有證件的話呢 我不能夠有稅務紀錄嘛 我一定是領現金嘛 對啊 對啊 那基本上說領現金算零時工的話 你老闆不要回來 老闆真的沒工作 對不對 因為對老闆來說的 那所以其實 這個 你要怎麼去跟老闆喬假期 就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了 那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你想想看 就這個部分的話 那另外 他們也有直接跟我說啊 如果我跟老闆說 欸我身體不好的話 那可是我的工作 可能是在家裡照顧小孩子的話 他就說 欸你身體不好的話 你真的有辦法照顧我小孩嗎 哇 那就哭哭 所以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之外的話呢 就是說欸 那到底我出門 我要怎麼出門 我出門的話 會不會有危險 我出門要是碰到警察怎麼辦 警察要是興致意來 就是忽然問我 所以欸 就是借我看一下你 借我看一下你的證件該怎麼辦 那 多少 也是很少 多少的話呢 因為 在這種不確定的風險之下 其實很少出去 其實到語言 語言又不通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是出門 該怎麼出門 都會是一個問題的 那 更何況說 你還要去考慮的是說 到底我去醫院的話 醫院那邊 會不會把我的資料曝光出去 所以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可能在一邊 可是 你要想想看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很 我剛剛用了三分鐘 講的這些東西啊 他可能身體還是 已經是痛到一個不行了 可能腳已經腫了跟鬼一樣 但是呢 基本上來說 他就是一邊痛 你一邊痛一邊走 心情就已經很差了 然後去想這些東西 然後你要把它落實掉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很 就是 我可能之前當社工的時候呢 我桌上就是 坐在那邊等他們過來 他們就說 欸我真的沒辦法可以幫忙 我可能只有參與到那個部分 可是我是在研究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坐下來一起吃飯 這樣想 對耶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 這個前面原來是有這麼多的掙扎 對啊 OK好 就算OK 就好不容易三分鐘過去 決定說 OK Let's do it 我們坐 要去哪裡 對啊 要去哪裡 要做什麼 要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也是個很好的問題啊 到底我的病 我的病痛 我第一次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真的生病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該去 我說 就算我們學校有校醫的話呢 我也不知道校醫在哪裡 校醫開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要怎麼樣去登記校醫 這個也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而且更好看我還會講英文耶 然後而且呢 我們還用Google去找 我那時候還用Google去找 說欸附近有沒有家庭醫生 然後呢 網頁打開全部都是荷蘭文 其實我也看不懂 而且呢 就是有些找到 實際去的發現他已經關門了 對啊 而且我已經用 而且通常這樣過去的話 大概已經一個小時過去了 結果也是找不出的結果 嗯 對他們來說也是 可是他們考慮的可能要更多說 不但是你要找到可以去的地方之外 那到底這個地方的話呢 嗯 去了 就是還是一樣啊 去了會不會有風險 然後到底這個地方是我可以去呢 還是 還是誰可以去 那所以 欸到底 而且更根本的 如果我沒有這個 每個國家的醫療體系不一樣 台灣還算是西醫體系比較完整的 所以我們還比較有一些概念 那如果你真的是說 有一些國家他們西醫體系不是那麼的發達的話 那欸其實你真的一時之間你要 立刻去理解就是不同的醫療體系的話 我覺得那是也是需要備一點時間的 就像我一開始的話 嗯 我那時候在荷蘭感冒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台灣感冒就是去耳鼻喉科 或是接腳診所嘛 然後我去接腳診所的時候 他們就說不收 他說一定要先去 GP就是家庭醫生先去轉診 然後就說家庭醫生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真的是家庭醫生 就是一個在BBC影集上面 才看過的一個名詞 所以你真的就是要去想說 喔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轉診之後的話 台灣人做事效率這麼高 就是我今天看完 如果我真的小診所沒辦法的話 就是是不是 就是直接殺到 直接殺到台大醫院去啊 在荷蘭的話呢 就要等很久 就說好 我覺得 可是沒有 而且荷蘭他們崇尚自然療法 不用吃藥 你回去睡覺 多喝點水 你休息個一個禮拜 應該就好了 一個禮拜過去還沒有好 更嚴重的時候 你還要再預約一次 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在看說 喔我覺得這樣不太行喔 那你可能要去專科 然後他就給你專科的電話 專科電話之後 你就打電話過去 然後呢 你可能也不太確定 是不是有打對 因為有些時候轉機也會幫你轉到不對的地方 對 然後呢 好不容易呢 你找到的專科 專科說 欸我們最近有點滿 可能 可是我覺得你的狀況蠻緊急的 那我們兩個禮拜之後的禮拜四如何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很嚴重 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開始消炎止痛藥給你 應該是可以再撐一下的 因為你的身體很強壯 對 然後呢 大概就是兩個禮拜過去之後 你去看 他說 喔這個你可能要做檢查喔 做個X-ray 那X-ray是什麼 那你可能X-ray再多等一個禮拜 我們就可以幫你安排好X-ray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這個的話我發現 這個的話呢 就是 那時候我在跟 一些朋友在聊的時候 他們其實無法理解 我覺得老實說我自己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也無法理解 這樣子的過程 然後他們 甚至他們就會開始說 那是不是因為我沒有證監 所以他們這樣子對待我 所以其實我得到的飲料品質的話 跟荷蘭人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才要等那麼久 你看那個荷蘭人一下就好 可是其實荷蘭人也是等了一個月 對 所以 對啊 而且他們 所以那個其實在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他們對醫務體系 是會有疑問的 而且 那個 他們當然也會跟自己身上的經驗去做比較 那這個也就會是說 欸那到底 我去這個對不對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去 還是說其實去這些都是沒用的 他就是要騙我錢 對啊 那另外的話 那當然呢 對我們這些我們講這麼多 可是其實還沒有看到醫生欸 而且還沒看到醫生之前的話 你確定成型的時候呢 你事前準備還沒做完 第一個你要 你要確定你會不會講語言 就是你 而且你會講的語 當然每個人都會講很多語言 但是你會講的語言 醫生聽不聽得懂 我是覺得這個真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我在跟西藏 我就連在台灣跟西藏人一起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們有些人中文可能已經講得嚇嚇叫了 但他們講出來的 我就是一聽我就覺得 嗯 醫生絕對聽不懂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可能在場的人可能也可以有共鳴也可以來一段 對 就是喔 通常我們會怎麼講肚子痛呢 通常我們去看醫生就是說 喔對我肚子痛 然後醫生可能會說 欸那你哪裡痛 然後你就會說喔對我覺得大概是這個部分 然後呢 那醫生說喔那你覺得這個痛是因為什麼呢 我就說喔可能 我覺得這個痛還是什麼時間點開始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 然後這個痛已經痛了多久 這個痛呢是鈍鈍的痛還是刺刺的痛還是一種振動的痛 對我覺得大家多少 因為我覺得大家就是很常習 已經經過多年的訓練我們大家都知道怎麼講了對不對 所以醫生其實要的就是這一些很點狀的資訊 他們就可以知道說OK 所以我可以快速的確認說OK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西藏人的講法很不一樣 喔我跟你說喔醫生啊 而且他們還有口音口音很重 所以有些可能詞會有點聽不懂 喔我跟你說齁 那個啊我就是前天啊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喝酒 那喝酒的時候就喝得很開心 然後呢 喝得久的時候呢 我們中間要吃很多的豬肉 我覺得很棒 然後啊 然後醫生說喔那水到底哪邊痛 喔等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跟你講 然後呢就開始鬥那個鬥真的很鬥 我已經鬥了很久的醫生該怎麼辦 那醫生說那水裡到底是痛的是怎樣 就是那個就是你知道就是那個胃 那個胃那個 stomach stomach很痛 然後呢你就說那到底痛了多久就很久 然後對然後而且中間記得中間還會有一些夾雜的 就是不太你真的是聽不懂的中文 就是只有社工人員或者是專業人員才聽得懂的一些奇怪的方言 對 所以 所以你知道就是這個就是要準備的 我後來發現你不但就是你不會講你不會講當力言 你要先找找翻譯就已經很困難 翻譯要配合你時間 然後呢你另外的話呢 翻譯可能講話的風格跟你是一樣的那也沒有用 然後你一定 我後來發現我最大的功用呢 我就是跟他們一起核對 一起幫醫生先核對出來這些資訊 然後教他們怎麼說 就來跟我說一遍 就說我胃痛是從兩天前開始 然後呢可能是在吃了什麼東西之後 然後呢我胃痛的地方在哪裡 它是刺刺的 然後呢現在我的胃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樣子醫生才有辦法去理解 而且我必須要說 就我所認識的醫護人員的話 目前很有耐心的幫大家歸納出來這些結論的 少之又少 不管哪個國家一樣 這個是一個普世的價值跟普世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準備的之外的話呢 錢當然也是一個部分 你要準備錢嘛 還要準備跟雇主都喬好什麼 那時候呢才是開始走到醫院進去的時候 對啊 所以如果是就準備錢的部分 在我這麼攏長的講完之後 有什麼大家覺得想要再補充的嗎 或者是想要再多知道的 難關系 我也是講到有點呆之 對 那我必須要說就是 在進去醫院之後呢 我發現啊其實 在進去醫院之後 就連對我自己本人也是一樣 我覺得呢 我一直都很害怕的 就是跟櫃檯人員接觸 櫃檯人員臉真的都超級臭的 而且櫃檯人員都很忙 他們還要接電話 可能還要配 在台灣還要配藥 可能要接電話 可能要配藥還要收錢 然後呢還要就是 還要接 他們還要確認你的證件 所以櫃檯人員大概臉的話呢 就會跟我在做服務業的時候 是一樣的臉 就是真的就是這種晚兩年 如果我都已經 如果我都已經 我覺得是 我覺得今天如果 我已經要做很多心靈準備 才可以踏進去的話 我看 我看到的不是笑臉 是這個臉的話 其實我自己也會怕 對 而且 那個 在櫃 而且另外的話 櫃檯他們講 櫃檯的話呢 他們其實問話也是非常的直接 他們也就是會直接說 喔 你要幹嘛 你會講英文嗎 你不會講英文的話 你不會講英文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找會講英文的人再過來 然後說喔 你不要耽誤我們時間 我們很忙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是櫃檯第一個的心理壓力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方面的話 櫃檯他們可能不知道所有資訊 他們可能 他們櫃檯的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他們就會開始叫你填表格 表格真的不好填 而且表格真的很複雜 我通常我填過的表格 我在荷蘭填個表格的話呢 大概是四頁 然後的字大概是這麼小 然後就是密密碼嗎 全部都是英文 而且填錯的話呢 要再拿另外一張紙再重新填 那英國的話呢 大概是 英國的話大概是六個page 然後他問的也很詳細 他還會問說 你喝 你喝酒嗎 你喝酒的頻率是多少 然後呢 你抽菸嗎 你抽菸的頻率多少 你有性生活嗎 你性生活的頻率是怎麼樣 你有五套性交嗎 或者是 然後呢 你有慢性疾病什麼的 他那個表格不好填 而且那個表格的話 重點是在於說 表格這件事情的話呢 除了櫃檯一開始看到你的話 然後他們就會說 你身份證件先給我 身份證件就先給我就 沒有證件 他就說 那你有原本的護照嗎 那沒關係 你先填表格好了 那你表格填的時候呢 他上面要求的密密麻麻的 除了你的證件之外 他們會問說 你有沒有聯絡的電話 你有沒有地址 你原本的國籍在哪裡 那你的姓名是什麼 那你有沒有換過名字 我覺得如果今天我在這個 今天如果我在這個國家 我已經是一個 我已經是一個沒有證件 而且我可能隨時都要跑 跑路的一個狀態之下的話 我覺得光是問有沒有證件 這個就已經夠嚇人了 更何況是說 欸你在下面寫的話 你寫的東西 你一邊寫的話 你都要先思考啊 這是一個戰略遊戲 你要先思考 寫這個 以後會不會怎麼樣 那寫這個的話 他到底可不可以聯繫得到你 那這些東西的話 在填表格的時候 除了表格夠難填之外 你這些東西 一邊填一個資料 就是要想一次東西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是對我那時候 在填表格的時候 我通常 就算我去幫他們填滿了 我們都要還半個小時 坐在角落 就一邊一邊問說 欸那這個名字 你要填什麼名字 然後他填的名字 他說來個假 他說沒關係 你就隨便填個名字 不要填我真實的細名 讓他查到了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說 然後這時候你還要幫他想 想要說 可是你拿的那個 證件上面寫的是小花 那你上面要寫小草的話 到最後你名字不符合 他可能也不會收你 你要不要想個比較中性的可能性 你真的就是要 就是真的就是要一邊跟他們討論完之後的話呢 然後你再交給櫃檯人員 那櫃檯人員的話呢 可能櫃檯人員的話呢 你要確定他 櫃檯人員的話 你要確定他有證券的know how 就是知道說不管怎麼樣有沒有證件 是要人家有生病是一定要收的 這個也要確認 確認完之後就會記入到醫護人員 可能 但是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幫櫃檯人員呈起來 通常櫃檯人員對法律的認識呢 永遠比醫護人員還要多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櫃檯人員他們非常的清楚 他們常處理 他們在 我很記得很清楚的是 有一次我在醫院的時候啊 醫院的櫃檯人員就直接說 你沒有證件沒關係 你不要怕 你一定可以看醫生 我們一定可以看浪號 你真的要放寬心 然後他也請我翻譯成中文給對方 然後呢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看護士的時候 護士說哎呦你沒有護 你這樣子的話 護士就會直接都說 他沒有證件他真的可以 他的可以嗎 然後呢這時候呢另外一個護士說 我也不知道耶 然後他們再問另外一個護士說 你知道嗎 我也不太確定耶 那我們再打電話好了 然後他們就開始打諮詢電話 又過了30分鐘過去了 然後呢之後呢到醫生 醫生可能也要確認一下 因為醫生 專業是醫護啊 不是不是法令啊 對啊 那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個部分之外的話呢 醫生 那醫護人員的話 他們還在確認可不可以醫之後 又要經過剛剛我們所說的那個關卡 就是醫護人員也要了解說 到底他到底有多痛 到底要怎麼樣 那甚至說到後續的話說 因為畢竟大部分無證件人的話呢 他在沒有健保體系上 他是要自費的 那在自費的情況之下的話 自費的金額這麼高 那醫護人員 那他們很多人就問說 那醫生啊有沒有什麼 可以讓我暫時不要痛就好的 暫時不要痛 可以讓我先舒緩以下的選擇 醫生就生氣了啊 我就說 啊你不是來這邊看病 看病就看到好啊 你幹嘛 你幹嘛要這樣子犧牲自己的醫療 醫療的品質呢 然後我就說 好就這樣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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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個也是個這個的話 也是跟醫療人員要去溝通的 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部分是說 很多在歐洲歐盟的國家 跟英國的國家的話 如果這是急難就醫的部分的話 他是不需就算你是沒有證件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說也是不能就費的 不能夠收費 那誰是誰才是那個主要可以評斷說 這個是緊急需求 這個是急難急難需求呢 就是醫生 只要醫生 所有人都會跟你說 就連那個說 就連吹腳收帳的人都會跟你說 醫生說這個 如果醫生說這個是急救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付錢 那所以到底醫生是怎麼樣去判斷說 他是不是緊急的狀況 那他判斷緊急狀況的話 是依照 當然是依照他的專業 那 那 那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他判斷這個是緊急狀況的話 醫生是要寫很多報告書 才 要寫很多報告書 才能夠去申請醫療健保補助的 我相信在台灣也是差不多的 對 那 所以 那在歐盟跟 歐盟跟英國現在的政策 他們其實是比較排懼 排懼 排懼 所謂的海外移民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 經費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報告會越來越難寫 而且你可能 你寫 醫生有些時候 就算想寫也不能寫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會卡在 這個部分的話也是很多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到最後的話 很重要的是就是要結帳的部分 結帳的部分真的是一個很通通的部分 為什麼 主要就是因為沒有錢 真的就是沒有錢 而且我覺得那個錢 就算是我今天是一個小資 小資中產階級的話 我自己真的也付不出來 因為他是原價 我還 我覺得如果是就 如果回到台灣的一個例子 大家 我相信在座大家都超過20歲以上 如果是超過20歲以上生活在台灣的話 你一定 我一定都還記得 我還記得我五歲的時候 要去看醫生的時候 要小大概五百塊還是六百塊 還是八百 六百塊多 才可以看病 那後來是真的有健保出來的時候呢 才變成一開始是一百塊吧 對 就變成一百塊 那時候我就發現 喔 這個錢差好多喔 所以原價是很貴的 而且如果你原價看個感冒 你可能還付得起原價拔牙的話 你就原價拔牙就不得了了 原價 原價的東西 醫療費用只要簽成到原價 尤其通常大家 通常 基本上如果你要去做 基本上要踏上就醫這個旅程的話 一定是痛到不行才會開始去做的 畢竟前面準備工作這麼多 一定 投資一定有風險 一定是要有 一定是要有 一定是要就是 做了會有很大的回饋才敢去做啊 所以通常真的要嘛就是蜂巫系組織之言 要嘛就是 我真的聽過 我真的記得有一個很深刻的例子 是他們緊急打電話給我 是因為他手上戴著手鐲碎 突然就是跌倒碎裂 然後呢那個手鐲的碎片 直接插到那個手的這邊的 這算鬥脈嗎 對 直接插到鬥脈血流不值 那 這個東西要縫嘛 縫的話就是800塊歐元 這個東西結帳就是個問題 而且你結帳一定要結得好 不可以欠錢 你欠錢要被發現的話 下次他就拒收你 而且你記得分期付 如果他好心點的人幫你分期付款的話 分期付款請記得一定不可以賴帳 因為要是你賴帳的話 接下來比如說你是 如果你是庇護症 政治庇護受難者的話 或者是說你就要有難民身份或什麼 或者是說你接下來無政界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心愛的你想要結婚的時候 你申請你下一步 你下一步要申請合法身份的時候就有問題 他就說喔 你欠錢不還喔 那表示說你人格有問題 你credit有問題 那這樣的話你那個錢要先繳 然後我們要觀察你 我們才可以辦 在歐洲的事 在歐洲 我覺得在歐洲跟英國 重新再來一次通常就等於是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你真的一聽到你就會昏倒 而且半年一年時間也就算了 一次的錢灑出去也都是好幾千塊歐元 歐元目前幫大家更新是1比35 英鎊是1比41.5 所以他就可以算那個也是 你已經病得要死 你可能沒有什麼錢 你要付那個錢 你那個錢付不出來 後續的話你會更慘 如果是在社會 在那個發展學裡面的話 我們就會我們就會說 這是一個是 這是一個世息的循環 因為你的階級的不一樣 因為你身份的不一樣 造成你貧窮 造成你一直陷入貧窮 那個不是因為外在原因 不是因為你不努力 是因為你原本的身份造成你 你脫離不了貧窮 就算你到後續你 你得到合法身份的話 你的貧窮是反轉過來 是因為你前面的在 一直都在讓你 他只會不停的循環加重而已 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發生在無證件引迷上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無證件引迷 就算有證件了 他其實貧窮的問題還是很重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制度上的一個問題 而且看完醫生之後 所以我才會說看完醫生之後 不是事情就結束了 看完醫生之後的話 你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因為你要去籌錢 你誰籌不了 你可能還要想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到底警察會被追過來 警察會不會來敲門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我這邊要講的 如果我這邊的話 就英國 英國荷蘭跟台灣來說的話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那給 在 目前如果以英國來說 英國來說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嗎 他就是 你要經過家庭醫生 或所謂的GP 那邊的話 去轉 轉的話呢 你才可以進入醫院 醫生他們 目前英國 大家也都有聽過 英國要脫歐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呢 英國自從他們確定要脫歐之後的話 他們其實 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就覺得移民呢 佔據他們的資源 跟他們的 對他們的發展不好 所以基本上來說呢 從2014年開始 從2014年開始 他們其實在他們的 整個醫療體系 因為他們原本的醫療體系 是開放給所有人的 他們醫療體系就開始限縮 尤其是針對無政見移民的部分 那 那甚至說 在從去年開始的時候呢 小梅 就是他們的首相 小梅他就說 小梅他就 就 就頒定了一個 政策 就是說 為了國土安全的關係 所以呢 所有的就醫資料的話呢 出入境管理局 是可以 是可以 隨意調動的 所以今天 只要你 去GP 只要進入任何體系 你留了任何資料 國土安全 國土安全局 他們是可以 直接去調閱 他們調閱到說 欸 這個人是非法移民喔 他就可以直接去 瞧你的人 直接去抓你 這個東西的話呢 如果我們再說 醫療是普世價值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 完全根本性的是 違反的那個普世價值 那另外的話呢 所謂的 隱私保密權利 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但是這個的話 是完全根本性的 呃 違背 對 那 這樣子的部分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話 他們的GP跟家庭醫生的話 是全面開放的 那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矛盾 你要去還是不要去啊 到底去了 要怎麼辦啊 生病病死了 也不是個辦法 病得太 如果你病得太嚴重 可能也是出不了口禁喔 想要 想要返回原屬國 也是會有點困難的 更何況你 針見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想要返回原屬國 也是有困難的 那 而且 重點是在於說 在英國跟荷蘭的話 你沒有經過家庭醫生 GP那一關 你是沒辦法到下一步的 除非你是急診 急診的話呢 急診的定義在那邊 就只有兩個 第一個半死不活 第二個 真的要死了 可是人通常真的在 所謂的急難的話呢 一定 你有力氣去醫生的時候 一定都是你 還有一口氣的時候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呢 說這個東西整個串起來的話呢 他的壁壘是非常高的 可是我覺得相對來說的 而且 你中間 你每個環節 曝光的可能性都太高了 那 另外 如果回到台灣的話 我覺得我必須要說 台灣的 就大家生在台灣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隨時都可以去敲台大醫院的門 好也不好也好 不好也是不好 好也是不好 好了 我在講什麼 對 對 對 因為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在台灣肚子痛的話 我們選擇好像真的蠻多的齁 我們可以去小兒科 我們可以去中醫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去 我們也可以直接去醫院的一般內科 一般內科 不能的話就去加醫科 加醫科不行的話去小兒科 他們也會收我們 對 然後 如果我們就覺得 我還記得我之前在 遼國 遼國玩得太開心摔車的時候 我想說 骨頭會被裂開來要怎麼辦 我也沒有家 我也沒有轉走 我是直接就是去灌骨科 那灌骨科之後 他說 啊你這個沒什麼 對 那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直接去 我們任何的環節 不管是慢性疾病急救 或者是 除了我們台灣就是很好 就是隨便都可以直接去 對 這個當然 對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一方面的確也是我們的醫療體系 可能要多思考一點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多少也是蠻方便的 這是不可否認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跳到 一倍用來 那如果是跳到倍用來說的話 又要 不停的又要打槍英國人 因為英國人的話呢 針對如果你是沒有證件 如果你是個沒有證件的移民的話呢 他是要收1.5倍的費用 因為他們的概念是在於說 嗯 其實你不該享有我們 因為其實你不該享有我們資源 那你偏偏要硬要留在這邊 那但是基於人道的關係 我們還是要嗎 還是要醫療你啦 那這樣子的話喔 那就收你1.5啦 所以呢基本上來說呢 他們在出診的時候 當然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喔 你有沒有怎樣 那個是不用收錢的 然後呢 如果有開藥的話 開藥就是算原價 那原價我記得 大概一顆藥也要30磅吧 差不多30磅 大概是算台幣是多少 1200多左右 對那所以 可是還算負得起 大家都還 又努力工作的人 大家都是努力工作的人 還算負得起 但是如果 當你是在複整或專科 你要照X光 或者是 我可以問一下 動物照X光 在英國要做什麼 呃 沒有因為我們照X光都要麻醉 所以 麻醉也要算錢嗎 當然 所以麻醉到底是什麼 呃 看是狗還是貓 哈哈哈哈 大小 大小大小 呃 你說大概嗎 對大概 OK那 呃 如果照差不多三片的話 然後 包括麻醉 四五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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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Jesus Christ 哈哈哈哈 我可以問一下 後面的醫護人員 其實在台灣照X光 大概多少錢 兩百 幾乎幾乎 英鎊還是 英鎊 畢別要講出來 畢別要講出來 排幣 排幣喔 我去那個算盒醫院 照過XX光塊 我看到搜索上面寫 就是照一次 幾乎醫院 兩百元新台幣 喔兩百元新台幣 而且台灣人的麻醉費是 千元 台灣人的麻醉費是四千元喔 這個算多還是算少 他剛剛說 動物要四百 四百七百 人比較多還是動物照片 那個 光是 光是那個 麻醉 可能大概只有兩百元 兩百英鎊 兩百英鎊 無麻醉大箱 對 不好 對我們政府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健保讓台灣 讓台灣政府破產 但是真的是謝謝台灣健保 對 所以大家如果是就 所以我們先就貓狗的 收費比例 非常謝謝你提供寶貴的資訊 也是非常謝謝後面那邊 我真的不知道是麻醉是監管 如果是監管 所以請大家自己成1.5倍啊 這個就是你麻醉又付的備用 那另外的話呢 對 那另外的話 慢性疾病的話 你拿的藥除了原價之外 也是要1.5倍的 那在荷蘭 基本上也說 他就是全部就是算你原價 因為在歐盟 因為他們 因為荷蘭他們的話 基本上來說的話 他們就是依照 他們就是依照 歐盟的規定 就是說全部就是算你原價 如果你要來 你就來 就算你原價 那如果醫生判定說 這個人是生命緊急的需求的話 那他其實就真的 他就可以減免或是不用錢的 那另外的話呢 很重要的是說 對於婦女來說的話 如果懷孕 懷孕的那個 懷孕的檢查是不用錢的 那另外的話呢 生產也是不用錢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在台灣的部分的話呢 雖然說我們非常方便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人也很爽快 全部都是依照原價 對 全部都是依照原價 如果你沒有證件 你要去看 你去看醫院 你去看醫生 全部都是原價 然後呢 如果你要生小孩 也是原價 那如果你賣新疾病 要吃藥也是原價 但是沒關係 你可以來 但是好不好進去 但是實際上 你要去看醫生的話呢 多少還是會透過社工 不知道多少還是會透過 透過社工 不好意思 時差 常常講英文 我們也是有口音 對 那個 他基本上來說 大部分的話呢 就是會透過 我覺得大部分 其實大家都還是會透過朋友啊 就是一些朋友 可能是 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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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症生活已經是老鳥 就是老鳥會帶菜鳥的那種 那種 那種 那種夥伴的關係一起去看醫生的 那或者如果他找 如果沒有的話呢 他們又很幸運認識到 比如說像社工師 like me 然後呢 就會是協助他們去 呃 去跟醫院去做連結 那這樣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其實被拒絕的可能性呢 也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還是會有被拒絕的可能 對 但是基本上來說呢 如果是像這些 這些原價來說的話 基本上 呃 通常是兩個方法 一個是社工這邊的話呢 去 協助申請經費 或者是說 就是透過醫院 因為其實現在醫院的話呢 有一些 有一些 他們其實有 像 所以就透過醫院的 房底呢 去cover 他們的醫療費用 可是我們真的有 我們真的有碰到一些案例 我們真的有碰到一些案例 在台灣的時候有碰到一些案例 是說 他可能 他是真的是重大疾病 他的醫療費用真的是一百多萬 就是因為可能 因為好像是癌症 主要是癌症相關的部分 那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醫院他們 醫院他們基本上來說的話 台灣的醫院其實我覺得還蠻 人性化蠻好的 是在於說 他們 呃 如果有經費 基本上來說能醫的話呢 就 能醫的話 資源可以的話 就先醫 那 剩下 剩下的部分的話呢 能還的家屬都先量還 剩下的話呢 如果變成呆帳的話呢 就 我也可以很直接的說啦 就是 對醫院們比較不好意思 就我們社工的話呢 就會協助轉到另外一個醫院 對 可是基本上來說 其實我們也主要是站在基於普世價值的人 每個人都有醫療跟急救權利的一個角度去感到我們也不太想消耗醫療的資源 對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呢就會是其實是在費用上面的一個實際的狀況 那這個的話呢 也是在資料保密的話就會主要是我剛說的 呃 不管是在於說 呃 英國的狀況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 在荷蘭的狀況的話呢 那就我剛說的 你有欠費的話 回頭被查到的話 你就慘了 或者是在於說 如果 他你真的開始要 比如說你要開始決定說你要回家了 或者是說要進行到下一步的 呃 身份的 申請的程序的話 他會開始對你所有的 在荷蘭的所有的紀錄 而且我覺得歐洲那邊的話 他們的所有的 他們所有的系統都是 證古的系統全部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他們連結在一起發現說 欸為什麼你這邊的名字跟那邊的名字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說 欸到底哪一個才是你真實的名字 然後呢 他們就說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太確定說 你是給我的是真實的證件跟真實的身份 然後他們就會拒絕你 那 大家就說啦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 這個資料 為什麼醫療的資料可以給他們 那 那他們就跟你說 喔其實你那時候在寫表格的時候 就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曲很小的字 就說 我個人授權於政府 刻意調閱我的資料 我成 我 我同意這個 然後呢 這時候你下面就是要勾嗎 對啊 所以大家通常 通常呢 櫃台就跟你說 啊你就 你就把那個勾 就勾那個 就那個勾下來 你勾了之後就是 接下來只有保密的東西了 這個其實就是 很實際 我覺得是在實際生活 是讓你去走一圈 你才有辦法去了解的狀況 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 我可能想要講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這個忘記寫上去了 是說 如果我不能夠 就像我們在台灣的話呢 我們骨折的話 我們骨折或錯位的話呢 大家也會去醫院 那你就會去找 跌打順傷嘛 是吧 拔罐啊 敷藥膏啊 什麼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 這也是我在 跟 所有的朋友 就跟所有的朋友們 在一起生活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 我發現民間智慧真的是 非常厲害的事情 就是 我那時候有問他們說 那你自己生活 你生病的話 該怎麼辦 他說 在中國城裡面 他們有密衣 那密衣的話呢 他們就 他們密衣 我說那密衣的藥是 密衣的藥可能就 從中國大陸直接進口過來 所以不會有水土 噗噗的問題 那密衣的 那密衣基本上來說的話呢 他們也有收費 那他們收費呢 可能比較貴 但是呢 絕對 絕對非常的愛心 跟妥當 而且藥物的話呢 不會像自然療法一樣的 這麼微弱 絕對是藥到病除 那吃了之後 可是這個後續的問題就來了 吃了有問題 你還是要去醫院 醫院就會嗎 醫院就會拒收 這個真的是我們那時候 我實際碰到 我覺得很挫折的部分 是因為其實很多的在 如果是就荷蘭或英國人的角度 是說 你自己亂吃藥吃出的問題 你為什麼來找我 為什麼你一開始就不來找我 他覺得你對自己的生命不尊重 所以呢 當然也是怕問題 然後 在另外一方面 是真的就是 醫務人員很容易 很容易就被這種事情忍辱 因為我也可以了解 所以他就會拒收 拒收的話呢 你可能要再找下一個 那找下一個就很困難 要找下一個願意收的人 真的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 而且這是市場的需求 你在所謂的 當你一個人在海外生活的時候呢 你自然而然的就會像你在當地的同胞 一起的結黨在一起 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經濟體 這就是為什麼一起 為什麼我們 為什麼我們有中國城 為什麼會有情況 在台灣為什麼會有情況市場 提供給菲律賓人一些角落 我覺得這是一個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 在裡面的話也是提供了 就是的確大家所需要的資源 但是這些資源在使用之後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 因為是個贏貨兩棲的現金交易的話 後續有問題 真的是自己要承擔的 而且我們真的也碰到 而且我真的要說 在國外碰到最大的問題了 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牙齒 前面笑得很鬼 所以那些都是認識我的 他們都知道我 身為一個有政見的移民 在國外碰到牙齒問題 也是死得很慘的 尤其牙齒的費用 在各個國家 在歐盟的各個國家 基本上來說 他們不在健保給付的範圍 所以他們是非常貴 是原價的 真的也可以去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英國的話 他們是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他們健保 而且還是要得到健保的那個名額 健保的名額 如果有的話呢 你是三階段收費 第一個 如果你只是洗牙跟檢查 醫生就是把嘴巴打開來看一看 然後呢 然後跟你講幾句話 這個叫做出疹 出疹是20英鎊 是800塊台幣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是60塊 60塊英鎊的話呢 是3000塊 他如果3000塊台幣的話呢 是你可能有破洞 要補牙 是3000塊 那下一個第三個階段 是244塊台幣 244塊英鎊 乘以41我互換 三位 對 我有點算不出來 對 大概是1萬塊台幣來說好了 那這個的話呢 還不包括 而且記得喔 洗牙是一個動作 補牙是一個動作 檢查又是另外一個動作 大家都不要搞混了 所以呢 可能收起來就是這個 更何況如果你到做牙齒壞了 要做假牙的話 那真的就是阿娘圍 呵呵呵 真的是阿娘圍 那而且 那所以大家想看原價 大家如果是用 那所以大家在想看原價的話呢 就是比那個更誇張一點 而且國外的牙醫的技術 要調 我們比較 對 那那所以牙齒壞掉的話怎麼辦 而且牙醫真的很難排 我每次只要跟牙醫想要再重新 重新送 我們可以再重新院另外一天 他說好阿 一個月之後 真的是這樣 你牙齒痛的鑰匙 他也不給 他也不理你 所以的基本上來說阿 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很多 很多 很多的人 他們選擇是什麼 他選擇把牙齒直接拔掉不就好了 就不會痛阿 所以他們 我真的 那時候我聽到很多的案例 後來送音樂的話 是他們請命醫幫忙 直接把牙齒拔掉 拔完牙之後 血怎麼就 流不停了 一天過去兩天過去 怎麼血還在流 然後就感染了 欸怎麼頭痛 頭痛痛的發燒了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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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那怎麼辦 他就只好去送醫生 我覺得 一方面我覺得其實可以理 就是你 收到的時候你就會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我第一個碰到這狀況 我第一個問他說 發燒了你不覺得奇怪嗎 他就說 嗯 可能吃退燒藥嗎 血流不止你不覺得奇怪嗎 你不覺得這樣子血壓有點低 他就說 嗯 You know 我就會講說 你白痴不知道咧 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你 所以我覺得就是 自己尋求的土方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一個 雙面刃的東西的 可是這個又是這麼必須的 那到底有沒有一些替代性的方案 所以替代性方案的話 當然是透過非營利組織 比如說像 嗯 在這邊沒有 他們可以親近的文化 所以呢 張正就有這個數據 數點 所以基本上來說呢 很多的醫療單位 他們沒有 很多的醫療單位 沒辦法提供這些的服務的話 很多都是從 比如說透過我們社工 或者是一些非營利組織去提供 所以像比如說 世界醫生組織 他們其實在戰爛的地方 可能是提供醫療系統 他們在所謂的一些 歐盟或是英國的所謂的 所謂的已開發國家來說的話 他們就是針對沒有政見的人來說的話 他們提供的醫院 他們提供的這些出診的制度 甚至說是提供轉介 因為有些時候在國外的話 轉介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他們才會確定說 你是一個實際存在在這邊的善良老百姓 他們比較有可能去收你 然後從醫護人 這些志工型的醫護人員 去幫忙開轉介信 比較容易進入到醫療體系 而且不用去解釋這麼多 那可是我覺得大家 可是我真的 最後要講的是說 請記得就是這些來求助 非營利組織 已得到醫療協助 在經過說 在經過世界醫生組織的調查來說的話 他們大部分都已經是在當地 居留六年以上的老鳥的 他們才會開始去尋求協助 那五年以下的那一些呢 他們人在哪裡 他們真的沒有醫療需求嗎 我覺得這些也都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後可能要說的部分 是在於說 就一些新的 現在的一些狀況來 就一些新的延伸來說的話 我們所謂的健康的話 我們是不是只有談到 呃 生理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 呃 大家 而且尤其是在無政見的一個 生活狀態之下的話 他其實要 在生活的煩惱這麼多的話 長期再跟壓力共處的話 你的心理健康有沒有辦法去維持 是很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在國外的GP 因為基本上國外GP的話 是開放給所有人的嘛 GP的話呢 其實也是 呃 接受 也是會有聽過他們心理 心理健康的支持 另外的話 也是協助他們去做那個 心理諮詢的轉正的 可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遺憾 是在台灣沒有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我覺得 就是STI跟HIV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部分 尤其是我以前就是做這一塊的話 他 呃 在國外的話 他們的確會有一些機制 他們有一些便移力組織是提供篩檢之外 也是 除了篩檢之外的話 他如果是檢驗出來的話 他是可以去定期回診 甚至是協助取得藥物的 可是在台灣的話 那目前來說藥物的話 還是靠民間機構 或者是慈善團體協助他們 去泰國買藥 因為泰國的話 這個就是前進到更多專業 就是在台灣的話呢 我們台灣的話呢 直接送用 目前政府直接送用原廠藥 不可以用選民藥 選民藥就是 呃 就是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授權期 但是 已經過了授權期 其他藥產可以製作 所以比較便宜的藥物 那這個呢 台灣目前是沒有的 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自費的話 當然是去泰國買這種學名藥 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的話呢 呃 我們的台灣的 呃 艾滋感染者權力促進會的話呢 他們其實就一直有在幫忙這一塊 所以如果大家要捐款給他們的話呢 請記得這個名字 對 那所以這些部分都 真的都是靠民間團體 跟一些部分的話 再去協助的 不管在海內外都是一樣 那可能在 呃 歐盟的話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政府的單位的話 他們是可以提供一些篩檢跟追蹤的部分 以及部分支持 那另外更重要是女性的部分 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個部分的話 是因為 呃 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有 有益胎化症 之前是益胎化政策嗎 這個真的是我還蠻驚訝的部分 是在於說 很多時候他們 我陪他們去看醫生 他們看的疾病 出了一些大的症狀結束之後 我跟他們磨了很久 我們才 我才有辦法帶他們去看婦產科 那他們看婦產科很多的話 是因為你在大陸在益胎化政策之後 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呃 那個益胎化之後的話 政府是會要求你裝上那個病育環的 然後呢 病育環的話 他們又是比較老式的病育環 是那種金屬的 所以十年之後要把它拿掉的 可是病育環的話呢 你如果一直都沒有去做檢查 或者是說 他已經 而且我知道病育環有些時候 好像五年左右 也其實差不多更換是更好的 尤其財質不好來說 他是在裡面會生鏽的 所以那個婦女問題是很嚴重的 是很嚴重的問題 是很嚴重的問題 可是 我發現其實 不管是對西藏人來說 西藏人也是有 西藏人 我那時候也有跟西藏人 西藏的婦女討論婦女疾病 甚至說 呃 這些中國的移民的朋友 甚至說 我跟東歐 在英國的時候 我跟一些東歐的一些朋友 我覺得跟那些 我覺得我發現 因為文化的關係 要討論一些比較隱私的性啊 婦女疾病 是很困難的事情 要讓他們主動去求助 去說 解決這個問題 是很困難的問題 尤其是在於說 尤其你那個婦女 那個女生生理起來 後面有很多男性 也可以聽一下 女生生理起來 痛得要死去回來的時候 欸 尤其 那個可以 看醫生是有用的 可是你說很多時候的話呢 他們就說 哦 可能身體就是身體虛啊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他們痛 可能已經是真的是 痛到不行 而且是血 是 血流了一個月之類的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發現其實這個是 你像我那個文化的敏感度之外 你要對女性的健康 女性健康的這個 女性對自己健康意識的話 女性對自己權力跟健康意識的 這個部分的話 是近年來 其實我覺得 我在歐洲跟 我在歐洲跟 英國 呃 發現他們其實很大在討論的 是 因為 自我身份 原屬身份 的不同 所以造成他醫療去 醫療權益促進的不一樣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三個部分 其實我是目前在台灣看到 比較 沒有 比較 剛開 可能剛開始 或者是根本還沒開始做 但是其實 在國外 發現其實是有這個需要 並且正在開始做 而且我覺得 我發現 我相信這也是會是未來趨勢的部分 所以呢 非常謝謝大家 聽我講了大概 連續唠唠叨叨的大概有一個小時多 對 但是也就謝謝大家 那邊還有一支麥克風嗎 那個麥克風在那邊對不對 嗯 那個 有沒有人急著 沒有那邊還有一支麥克風嗎 嗯 有沒有誰 馬上想要回應什麼 嗯 沒有也沒關係 我們會有辦法讓你有 哈哈 哈哈 沒有我覺得 讓大家可以分享 或者提問 都ok 我自己剛剛聽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 呃 不好意思 有沒有用這支 不會 有有有 每支都有 我可以把它開很大聲 我自己在越南大概過幾個月 然後 你剛剛講我就想到 我在那邊有生一次比較大的病 其實你也搞不清楚什麼病 就好像起疹子 然後就忽冷忽熱 你就想像是什麼 什麼荔极啊之類 然後當然 就因為語言也不太通 所以要去看醫生 所以要找朋友帶你去看醫生 然後找了一個那個 當地的越南華僑 他會中文 帶我去看了一個 外國人看的醫生 然後醫生 也不是跟我講中文 他講英文 然後因為 醫療名詞 英文跟 英文本來就不好 你還用英文講醫療 那也是不同 所以他們兩個就用越南文講 越南文講 講了再傳給我 其實我還是不知道是什麼病 好像 聽說是德國麻疹之類的 然後你在路上 碰到其他的越南人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 喔你這個 他就用越南文講 那我的越南文當然就是一點點 可是我就聽到 會死掉這個字 就是那個朋友 喔這個會死掉 然後我就 本來不緊張 越聽就越緊張 然後 還包括那個找醫院 那個朋友帶我去找了一個 那個很豪華的醫院 那後來當然沒事 可是隔了 我記得我下次 第二次去醫院 還是那一次 到隔了好幾個月 我才發現我住的地方 一樓就是醫院 就是我住的那個地方 一樓就是醫院 可是我每次下樓 就右轉出巷子 就出去了 他就是同一個那個入口 左轉那邊 不是隔兩戶 就是那一戶就是醫院 只是你也不知道那個 越南文的醫院怎麼寫 所以他 長得又不像台灣的醫院 所以我從來沒有發現 他是醫院 就是小診所 那之前那一次 為了去看醫生 還那個朋友 帶我繞來繞去 就去了一個 給外國人看的醫院 然後當然很貴 我覺得在國外 看醫生 或生病 的確是很傷腦筋的事情 因為你會無助 然後語言不通 等等等等 好 這是我的 一點點簡單分享 其實我還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那那個麥克風 誰幫忙 就前面拿起來 然後 你把它打開 然後呢 好厲害這一招 然後你就傳下去 沒有就是我們這個規 規矩是這樣 你就拿著麥克風 然後 你把它傳 你有話就講 沒有話就把它給你旁邊的人 那每個人都有權利拿到麥克風 對啊 那你也可以不講 因為你在洪圖老師有看過醫生嗎 你不講 就把它傳給別人 不要誘死 他沒有一定要講的 可是我們 寶藏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 你可能不好意思爭取 我好想講 可是有時候麥克風拿到手上 你就突然就很想講 好那就請您開始 我想問一下Emma 就是 因為你到蠻多國家 台灣 中美洲 跟那個 留學的部分 那 就就你自己 去醫院看診的經驗 可以大概 把這幾個國家的一些 看醫生的經驗跟 覺得醫療體系上面的 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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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著 三秒就有 有 有欸可是 喔對喔 喔對阿 可以介紹一下 我之前女化有在橫浦拉斯 就是 住過兩年 我在那邊 我在那邊 對我那邊有看過醫生 可是我覺得在那邊看 嗯 黃浦拉斯在哪裡 黃浦拉斯在中美洲 來我幫大家複習一下在哪裡 大家知道美洲齁 大家知道美國齁 美國應該OK齁 美國下面是墨西哥OK齁 墨西哥下面就一片空白就直接到巴拿馬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是齁 那我們來 就是中間銜接的那一段 就叫中美洲啦 那 中美洲齁就是墨西哥 來我們再回到墨西哥 巴拿馬上面那個墨西哥 嗯 墨西哥下面是 那個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在這邊 然後呢 宏都拉斯在這邊 然後 宏都拉斯跟瓜地馬拉斯 中間還有一個小國家叫做薩爾瓦多 很小的一個國家 對 對對對 然後呢就是在那個 宏都拉斯的往上 往左 左上方 左上方有一個國家 叫貝里斯 嗯 對 大家就 對 因為藍湖很有名 大家可以去很貴 但是OK去 對 然後呢下面就是哥斯大里加 要不要 下面就是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後面呢 就是尼加拉瓜沒有大瀑布喔 尼加拉瓜是另外一個 是一個 以前是共產國家 現在還是共產的國家 對 然後呢尼加拉瓜下面是哥斯大里加 可是大家才是巴拿馬喔 對 就是在那個宏都拉斯 對 可是我覺得宏都拉斯的話 他其實的 醫療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是你剛剛說的那個狀況 因為那時候他們就是有專門給外國人的醫院 對 然後外國人醫院我記得那時候收費的話呢 因為我那時候全身也就是長疹子 因為水土布附 然後我去看的話我記得是八百連比啦 就是八百 然後呢如果在 對 嗯 六百多塊台幣嗎 對那只是出診而已 後來還要去照那個啊 還要去照那個 那個就是好幾千塊 幸好那時候有保險 啊 對 對 所以就是國外的狀況就是這樣 你就是自費 自費如果你有保險的話呢 你就可以付 那當然無證件移民 你在沒有證件狀況之下 是沒辦法有保險的唷 對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部分 那 可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當 當時候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有一些人他們 會跟醫生先拿到處方前 然後呢再去美國那邊買藥 再從美國那邊把藥拿回來自己吃 我覺得這個好聰明喔 對啊 然後呢 為什麼不去公共 為什麼不去公共體系的醫院呢 因為公共體系的醫院可能會死喔 可是也沒有到那麼誇張啦 因為他們的醫療的 我覺得一方面他們醫療的人員 比較緊縮之外 那還有就是 呃 還有就是他們的醫療設備 其實也沒辦法跟上你 就是沒有辦法那麼先進 他們只能夠處理一些基本的部分 那更多的是他們很多人員 其實多少 呃 就是訓練好的人員 他們可能都跑到美國去了 所以基本上在在地人員 他們有些時候技術不是那麼好 我還記得我朋友 我那時候的室友 他去住院掉點滴 然後我就去看他 我就看他 他那個手腕那邊啊 就是整個瘀青腫起啊 我就說是什麼 他說 他這個點滴人真插進去 他插了五六次啊 然後我就說 喔 OK 哈哈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宏都拉斯的話 很大部分的狀況是這樣 可是我剛剛講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覺得帶藥的部分 其實也很有趣的是也是用在 你看我在荷蘭跟 我在荷蘭那邊收集資料的話 也可以跟大家介紹 還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來說呢 就是你認識了一個人 就會認識一群人 然後你 你知道那個 講中文人的文化是怎麼樣 大家認識要怎麼認識呢 就坐下來一起吃飯喝酒 所以我每次呢 訪談都是這樣子的 去人家家裡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後 坐下來開始吃飯 然後就開始喝 那時候做研究的時候酒量最好 然後喝完吃完四個小時過去嘛 然後呢 就是醉醺醺的回家之後呢 然後呢 打開電腦就開始打竹子稿 就是又試另外三個小時過去了 對 所以我的所有的 我跟大家所說的這些資料 都是這樣子來的 那他們中間的話 就有跟我講 對他們也是這樣 他們就是在 在一個荷蘭 他們去橘皮 可能花了大概 我剛剛看了 20歐到30歐看了GP 然後呢 他們就是 他們得到了處方簽 大概知道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把照片 就拍下來 傳WeChat 給那個 對高科技嘛 就是傳WeChat 然後呢 在一起 因為有很多代購嘛 我也有在做代購 對 對 然後就是請 代購的話呢 把那個藥再寄過來荷蘭 慢性疾病就是這樣處理的 對 可是這個方式有沒有風險 有 因為你身體再改變的話 不一定同樣的藥劑 是應該要繼續吃的 所以 很聰明啊 就是跟醫社工人員 或者是被引力組織人員談過之後 會幹嘛 每次記得 都會記得三個月回去回診之後 再 再調整藥再去下病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很有辦法的 但是通常 剛來的六個月 六年以下 現在蔡英雄都不會這樣做 甚至會比較痛苦一點 對 那 所以基本上來說 在荷蘭的話 他基本上來說 還是透過專 朋友 我覺得主要還是朋友 同鄉會 朋友啊 同鄉會啊 你認識到的時候 你就口耳相傳說 喔 那個家庭醫生可能會講中文 那個家庭醫生他好像對於 對我們這種人 比較友善 那他們都會去那邊 然後呢 他們去那邊的時候 再請家庭醫生幫忙去做轉 轉診到 轉診到醫院 然後呢 或者是轉診到專科 那這邊 那這些的 那這些的步驟的話 他們都會在 都會有朋友 或者是 請信得過的人 跟他們一起陪著去走 或者說 如果自己 通常那種二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那種 那種已經在當地 沒有正見生活 已經是老鳥了 那當然就是沒問題啊 他們自己就 荷蘭文可能長得都比我好 非常多 都要幫我翻譯 都要幫我翻譯 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前人就是會自己 考這些流程 可是基本上來說 在荷蘭他們還是 主要就是回歸到正規的 他們都是在正規的體系之上 那 另外他們有個體系的話呢 就是說 他們這些 一些非營利組織 或者是教會 尤其在荷蘭我覺得很有趣 是教會在做的 他們教會的話呢 他們會請一些醫療的 醫療的人員當志工 然後呢 在荷蘭的話 他們的醫護人員 是有開除方籤的權利的 即使你不是在 即使你不是在一個 醫藥場所職業 但是你是可以開除方籤的 基本方籤啦 所以他們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固定的時間 比如說一個禮拜 有三個上午的時間 然後他們是可以到場登記 然後呢 如果有一些簡單的狀況的話 他們是可以直接開簡單的 廚房籤給你 或者是直接 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寫reference 寫介紹信 幫你介紹到適合的醫生 那在英國的部分的話呢 他的 也當然是醫到這樣的體系 可是另外之外的話 我覺得英國他們是一個 GP 他們 因為他們也有健保 他們是健保制度其實發展 第一個發展 而且其實 多少也是比較完善的 他們其實比較 你說比較高科技一點的話 是他們有24小時 線上GP的部分 甚至於他們華人 因為英國的華人圈太強大了 所以他們秘醫都超專業的 真的超專業 而且也都是在英國的職業醫生 我真的覺得 而且他們的專業分工 而且我忘記講了一個 就專業分工很厲害 他們的專業分工的話呢 可以 他們還有就比如說 你陪伴去做醫療翻譯的 可能20歐一個小時 或20磅一個小時 然後呢 醫生 醫生是一個備用 把藥拿是一個備用 他們是有整個就是 產業列在那邊的 那另外的部分的話 就是 英國本身的GP 他們本身的健保體系 底下的 一般診所家庭醫生的話 他們其實 是真的是開放給所有人 而且他們甚至是有翻譯 甚至有些人他們本身就是 在當地的華人 他們本身就會講中文 甚至廣東話的部分 去做服務 還有服務完之後的話呢 他們也會就是給予他們一些介紹 讓他們去轉到自己的體系 或者自己的體系 或者是實際的體系上面 那在台灣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跟我們 平常去看醫生一樣 我覺得台灣反而有趣 就是跟平常看醫生一樣 然後你就是直接去 然後呢 因為台灣 台灣的 因為像我自己去看醫生的話 問我說有沒有健保卡 我說沒有健保卡 那你有沒有帶 你有沒有帶證件 欸我今天忘記帶證件欸 然後好 那就先收你原價 那你 就先收你原價 那你下一次的話 你記得兩個禮拜之內 再拿健保卡 就是去贖 就去贖錢嘛 那你就不要再回去贖錢就好啦 對 那可是久而久之 如果是慢性疾病 或者是急救 或者是在醫院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有建立你的 這個醫療 醫療資料嘛 那基本上來說 就是建立醫療資料的話 你就是持續性的在 持續性的在 根據資料去回診 就是這樣子 就好了 對 但是 但是 但當然啊 這個就是你實際 就是成功去看到醫生的案例 還沒有 就是摸不到醫生 還沒摸到醫生們 就是到櫃台 就打退堂鼓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對 可是我相信就是 人類要為了生活下去啊 為了自己的健康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方法的 我覺得 那當然 尋正規的醫療體系 是一個方法之外 你自己的 還有 就是自我的健康 就是所謂預防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所以其實像保健品什麼的話 也是大家代購的比較 好 代購大家都蠻常買保健品的吧 所以現在還有做這個生意 那個如果大家要買的話 是可以找我啦 但是我必須要說這個也是 就是你知道我們大家 我們在直播 直播嗎 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我必須要說 這也是我那時候在訪韓的時候 我覺得跟他 我覺得跟他們聊到的話 很有趣的部分 還有一些婦女保健的 婦女保健啊 也是很大的部分啊 到底要不要用怨金杯 要不要用棉條 對不對 那個子宮環換掉的話 可不可以直接在Amazon買 Amazon買的話 可不可以借我的帳戶買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很實在 很實在 就是人 就是大家 生活就是這樣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不曉得我以為我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他沒有要買那個 你的筋 是體系比較嗎 嗯 對啊 因為你畫的不得去 就這樣一 一樣扯到牙齒就對了 那個好像 那時候好像弄 弄那個年 然後 花滿多錢 還是說過程蠻複雜的 過程是還蠻複雜的 過程是還蠻複雜的 就是 今天就是一定要夾牙齒就對了 因為你前面提到的 就是沒有證件的 嗯 那因為你自己本身是有 我有證件 對 你在看醫生的過程中 會 就是我們正常人的 體系如果會遇到的狀況 我正常人的體系 應該有狀況 我跟你講就是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會特別選 無證監移民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碰到的狀況 是正常人說的 都會碰到狀況 他們都一定會碰到狀況 會碰到更多的狀況 那所以如果 如果是就我個人的 就是如果是就一般的狀況 我覺得很大的是說 當然就是一定是從前面 找哪裡 哪裡啊怎麼找 就是剛剛分享的 按理大家都在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部分是說 真的是你要對醫療文化的 不一樣的一個適應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要說 我們在荷蘭 我在荷蘭讀書的時候呢 因為我是在讀國際學校嘛 大家全部都是來自五十五個國家 不同的 不同的學生 我們遍布五大洋 其他歐洲以外的 國家的學生都講一句話 就說欸那你感冒 就每次問就說 欸你感冒了啊 你身體怎麼樣 他就說 那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有啊我看醫生 他說那醫生說什麼 然後呢我們就會一起重複 就Drink a hot water Drink a hot tea Rest a more Yeah Nature therapy 他們真的很喜歡 Nature therapy 對那 所謂的自然療法 他們就相信 你自我的免疫力 是要訓練的 所以我甚至 我有去訪問當地的醫院 他就說 你申請訓練的話 你有抵抗力的話 你就是不用依靠藥物 那這樣才是長久之道 這個在其他的 其他 其他continental的人 都聽不下去 真的是聽不下去 已經病了兩個禮拜的 你跟我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醫療文化 是一個是真的 是需要去 適應的部分 那我覺得 那其實在牙醫的部分 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是真的 因為可能 在座大部分人 比較不知道 就是我 小時候年輕不同 是糖果 就是我剛剛發給大家 保持的非常多 所以我小學 我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前面的門牙 就是壞了兩顆 所以就做 當年就是一定做牙橋 牙橋的話就是 買二送二 四顆一起 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這個 然後呢 這個 某一天 在一個 也是 也是二月的時候 然後 我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呢 就想說 哎呀沒有手 把卡牙的 卡牙在口中好了 然後呢 後來 卡怎麼掉下來了 怎麼有東西掉下來了 牙橋掉下來了 所以呢 我就對 從此之後 我對英國的牙醫體系 就非常的理解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對我來說最大的一個障礙 會是在於說 我要怎麼樣進入 再這樣子 我覺得緊急 但他覺得不緊急 然後因為我剛剛有說 緊急的急救只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你快死了 另外一個你 血流不止 因為我既沒有血流不止 也沒快死 但是林肥真的快瘋掉了 真的快瘋掉了 而且 前面就是沒有四 前面門牙四顆沒有 真的是漏風的真的很慘 而且我到時候在市中心 在東區市中心的地方 對 然後所以呢 我就有點 那你知道依照SOP流程 第一步 在英國第一步要幹嘛 記得英國有兩個號碼 一個叫做 999 另外一個叫111 999就是快死了 要打999 還沒死的就打111 111的話呢 你要打過去之後 它會有一大串的轉接 轉接的時候 你好 轉接完大概兩分鐘過去之後 就說你好 我們立刻幫你轉接 專業服務人員 對 然後呢 專業服務人員接到的時候 就說 oh may I m I double check your phone name please m I have your day of birth what's your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what the hell what's your day of birth 然後 對 就是說 愛妮你的出生年月日 你的全名 然後你知不知道 你的保險狀況 這樣子 他說好 那個你問完之後 就說 欸那你現在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 我跟你講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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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牙齒齁 裡面還有牙根在那邊齁 他都 他真的 我很怕有感染的狀況 什麼什麼的 那我就講完說 那我幫你 我幫你轉接給另外一位人員 就是 我大概就是 然後我就說 那我可以直接去急救嗎 他說你這樣還去急救 這樣像話嗎 所以 就是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是他們 是希望建立說 除了就是自療療法 但很大的一個觀念 說你不應該 就是 醫療資源不應該是要被浪費的 所以他們其實在醫療資源 判定 所以他們前面的話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跟你判定說 你這個的話 是不是你可以自己解決 或是你可以怎麼做 是否是真的要使用到醫療資源 那醫療資源是要使用到什麼程度 所以就是他們一一一的部分 就是會有透過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 因為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們就是直接去敲 直接去敲牙醫診所 那真的是完全受不了耶 尤其你那時候記得 我那時候牙齒是沒有的 一邊講話還會一邊漏風 然後你還要說 Sorry Can't you Can't you repeat again What did you say 對 然後你這時候就會有點崩潰 然後後來好不容易他跟你說 喔那你可以去walk in 那通常你這樣的話就是說 喔你沒有急救的需求 他會叫你就是直接去診所 walk in 診所 所謂的就是 就是你可以直接 不需要掛號的診所去 你不需要掛號診所就要等四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等待的時間 那醫療資源的可及性 我覺得這個是第三個 我覺得在國外的話 我其實感受到非常深的 那後續的話呢 第四個我真的覺得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在台灣很多都 在台灣的除了收費可以 你知道我覺得台灣他們都是一次性的收費 他們是依照不同的診療狀況的 診療階段去做收費 那所以 那當然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的 在文化上的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的確是會變成讓你說 就是 就算我是個有真心的人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都是不容易 而且我要查很多資料的話 我查出來的資料的話 可能都是for foreigners的資料 不是給當地的資料 那大家都知道在任何的國家 給外國人就是外國人家 給台灣 給當地人就是當地人家 更何況又 因為我這個牙齒要做的是植牙 那植牙的話呢 絕對沒有 絕對不會在他們的健保範圍之內 就連當地人也不會有健保範圍之內的 那所以這個植牙的部分的話 植牙的價格又很多不同的 那我自己也要去 自己去確認價格 那 所以我覺得 當你自我去巡醫的時候 你去敲 你自己如果 像我就是一個很愛研究的人 所以我可能就 自己用Excel標格 然後找個十個二十個 然後每天打電話 你就每天打電話 每天花兩個小時 像做作業一樣 打電話 建Database 然後再analysis有沒有 還要做swap 要做swap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想說 可能target的就是這兩三家 然後再跟他們約見面 約見面時間要等一個禮拜的 大家要記得 就是約見面 然後再去跟他們討論 然後之後才會是真實的進入到 實際的狀 我記得我是二月開 二月的狀時候發生了 實際上我真的開始記錄到醫療過程是五月中的時候 你會想要直接飛回來 其實我覺得你討論 我覺得你問的這個很好 你可以再多吃兩顆糖 不要 我不行 你可以在台灣看呀 你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也可以回到吳正念的部分 是說 對啊 那如果你是一個漂流在海外的人 你身體發生的狀況 我覺得不但是身體脆弱 心理也是很脆弱的 然後你就會開始 我覺得 你從 而且我必須要說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也會影響到心理嘛 然後你外加 這時候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工作 那時候 對啊 會想回家啊 那可是 可是你回家的話 我看到不是回來台灣看的比較快嗎 回來台灣的話 那可是你要看 大問題還是小問題嗎 而且如果 我是中國人的話 我是中國人的話 如果我得了市場期慢性疾病的話 我回到中國 醫療品質不一定比較好喔 而且 中國看醫生也是非常貴的 對啊 其實 我相信在東南亞 我有聽過在東南亞 東南亞也是一樣啊 中美洲也是一樣 醫療費用不一定比較便宜喔 你可能付的錢一樣 品質不一樣喔 藥也不曉得哪裡來的藥喔 那還不 那你很多時候 很多的非 很多的所謂的無政界移民 後來他們如果是因為 有些人真的 有些老人家是因為健康醫素 所以他 他堅決不回中國大陸 或堅決不回他原屬國家的耶 因為他們就是真的就是說 他們真的很坦白說 我今天我這個年紀 我這樣子的病 我回國的話我真的是沒辦法 所以你是感同生 想感同生受水不回台灣 沒有 而且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個的話 你要算 你要算成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說了 移民本身就是一個投資 對自己人生的投資 那投資有什麼 投資一定有風險 有賺盈利會有賠 那你就要評估嘛 到底賺還是賠嘛 所以才要做 所以研究才 所以才要做swap跟 才要做swap跟analysis啊 對 你要知道 植牙這件事情 在台灣也不便宜啊 對啊 在台灣一顆是多少錢呢 六萬塊到十萬塊台幣不等 我在英國做 其實也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那我在英國的薪水 跟在這邊薪水哪裡高 只是那邊程序比較麻煩 程序比較麻煩 對啊 那醫生很難約 在台灣你可能醫生要約的話 約下個禮拜還約得到 在那邊的約的話 就是下一個月啦 對啊 所以時間就是要掌握好 跟雇主也要談好 就是說我就是生病 我時間沒辦法確定 這個問題我也有遇過啊 因為我那時候是最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 畢竟我們是基礎勞動業 所以我們也要跟老闆negotiate 老闆會不會干給我們 老闆會干給我們啊 但是沒關係我們壓是最重要 而且幸好我有著 幸好我是個有政見的女性 在英國的初階服務業的 這樣子的女性外勞者 十分的短缺 而且我英文又好 所以我不怕找不到工作啊 我才敢這麼做啊 如果我今天我沒有這些條件的話 我不敢的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也是 對啊那時候也是自己在棉被裡面哭一下啊 然後呢就是默默就會看著窗外 就想說 為什麼自己會這麼衰 該怎麼辦 人生到底的意義是什麼 你真的壓力也很大 也會開始喝酒 然後 牙齒不好還是可以喝酒 記得刷牙就好了 對啊 所以到之後的 可是之後的話 你就會再自己評估 你會再評估你自己需要什麼之後 你再去決定說怎麼樣 就像有一些 一些我認識的朋友 他後來已經評估完之後 他就發現其實在歐洲 可能在荷蘭 是比較好的 所以他決定他要留在荷蘭 那有些人評估到後續的話 他是決定要回去的 所以我覺得 醫療真的是人生的大事 就是也會影響你人生的決定 對啊 好 那個麥克風傳去哪裡 我可以給你 好 我覺得我也應該反饋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在國外住 住院的經歷 所以有一次出去 去Boston玩嘛 結果在飛機上 因為為了要趕工作 就一直很累 然後上飛機我就開始發瘦了 然後下飛機勉強玩了一兩天 我就倒在朋友家裡爬不起來了 然後我躺了一天 然後第二天我還是爬不起來的時候 他們怕我死在家裡 就把我上去了 怕你死在他們家 對我怕我死在他們家 送給鄰居 就把我送去了醫院 但是其實那一次我是蠻感恩的 就是我覺得我受到非常好的對待 因為一進醫院他們發現我不是精神不是很好的時候 馬上就輪椅退過來我就躺上去 然後就直直各種醫生來問診什麼什麼什麼的 結果很慘的是我竟然要住院 但我覺得因為我是外國人 然後他們也沒有我任何的醫療劑 然後我一直狂發生 然後又是那種東東南亞國家 不是東南亞 東亞國家來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是心裡會擔心說 我是不是某種傳染 所以馬上就給我分配了單人的隔離套 哈哈哈哈 妳說妳是去哪裡 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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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可能也是說在 然後在裡面我就說到了非常 那個 我覺得挺好的待遇 就是 不管是送我去各個地方檢查的人都對我很好 然後來吃 送飯進來的就會跟我說 我知道這菜不好吃 但是你可以吃那個甜點 他就只得一坨 那個有點像融化的牛奶糖吧 這種東西 說你不喜歡吃那個 給你吃這個就好了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最感人的是說 那個我給他們 就是那時候他們問我的 安全號碼 但是我也不是 我只是去玩的 我就說我沒有 但是我有一個credit card 付錢嘛 我就把那個 我就把那個卡拿出來 說我只有這個 因為我身上現金不多 然後那個其實是master visa 但他們其實是可以拿去 但是對 但是他們竟然沒有收我好感動 因為後來那個帳單 你們知道 因為我在那裡住了好幾天喔 然後我人也變好 我就想出去嘛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你一定要爭取出院 你知道住這個 住院有多貴嗎 然後他們也跟那個醫生談過 但是還好後來聽到很安心的話 就是說 反正你是外國人 然後你也是從那個emergency 就送進來的嘛 他說反正你就留資料 到時候你就走啦 所以我出院的時候 其實是 他們還幫我雇了一個很好的冊子 然後送我回家 然後就這樣 大概雇了不知道多久 然後我的朋友就收到那個帳單嘛 哇他就 他就 他收到之後 後來也有人打電話給他 就說 我跟他也不熟 他就是來玩呢 然後他已經回國了這樣 然後據說那個帳單可能有四五位數了 所以你以後再也不能入進美國 沒有沒有 去另外一家醫院就好 所以我非常擔心 我那個 我後來 我後來又要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想 哎呦 該不會跟我追那個舊帳吧 但其實我本來也沒有想賴 我有給他credit card 可是他們沒有 沒有拿 非常非常的感恩 然後後來我又去了美國好幾次 都沒有被抓 因為你都用不同名字去啊 沒有沒有我真的只有那個護照 沒有沒有 這證明就是 美國他們的那個 資料的 資料連線 對 對 是比較高的 然後 對就是 還一個蠻 蠻OK的 我覺得 謝謝 好 給那位男生 你慢個 好 欸我想請問就是好像 在港大很多都有出國 長時間的經驗 那大家 大家台灣的健保會怎麼處理 那 真的還有 還有用嗎 因為好像有什麼新的規定 新的規定 新的規定 這個我可以回答 因為我最近也要去辦一件事情 所以 那就回答 這個部分嗎 OK 我跟你說喔 就是身為一個海外人士啊 就是 短暗回來齁 他們就會要求你一定要付健保費 三個月對不對 對 就是 不管你回來多 就是回來一天還是三天怎麼樣 他就是只要就是入境管理局幹的那個章 你自動通關也一樣 就是 蓋了那個章之後 他們就會說 哎呦這個人回來了 他們就會把站單機給你 是三個月的健保費用 然後呢 因為畢竟你可能在這邊啊 你可能會 you know 你可能會去看個牙齒啊 洗個腎之類的 很多的真的 不 對 就很多 我必須要說我們很多的僑民 真的是如此 就是每三個月就是進來一次洗身 是真的有的 對 其實就 對然後他就是 他就會 他就是要把這張單直接寄給你家 可是其實 所以但其實比較好的是 反正你都要繳這三個月 三個月了 那順便去洗個牙齒 看個牙醫也很好啊 所以大部分像我自己的話呢 我都會盡量找時間 就是我到的時候可能第二天或第三天 我就直接去健保局跟他說 欸我回來了我要我要繳三個月的錢 就自己就是舉手就說我要先繳 那你繳完之後你的卡開通了嗎 好歹你可以行使你的醫療權利 對 所以健保 我們台灣的健保是這樣的 而且這個制度好像是自從二代健保 那時候那左右時候開始的吧 還是 好像沒有二代健保之前 因為主要就是他們就覺得說 好像僑民啊 就常常這樣來來去去 竊取我們台灣的醫療資源 然後呢 所以他們 而且我們的健保又不停的在虧損 所以呢 他們因此有開始制定了這個制度 對啊 所以就是 如果去很久大家都會停掉就對了 對啊 我自己會停掉啊 因為我會去很久 對啊 而且 那時候出門的時候也不曉得什麼時候回家 所以就心平了 那你回來要補腳前面的 要補腳 不用不用補腳前面的 那就是繳那三個月 對 然後你就是繳那三個月嘛 然後那如果比如說 我可能十月之後我就打算回來定居的話呢 我就是從十月回來之後的去復保 復保之後就開始每個月在固定腳 是這樣 然後我記得外國人 外國人如果是 外國人如果在台灣居留 就是居住超過 呃六個月以上的話 但是你至少要拿外橋居留 或者有外橋居留證 或者是 任何 反正就是任何合法的短期居留 居留證件都可以 但是就是 你一定要居住超過六個月以上 才可以進入我們的健保制度 所以其實在台灣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有一些外國人 他可能是短期來留學的 就算他是合法生人 他是短期來留學的 或是說 他是比如說外配之類的 他在前面的前六個月 他的醫療保障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會是比較大的負擔 這個其實也是 我們在除 我們在跟 在台灣的 在台灣的 所謂新住民 一起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碰到很大的問題 尤其如果 小毛病可能還好啦 但是如果大毛病的話 那真的 會是很辛苦的部分 那 但其實 而且我覺得基本上也說 經濟幾縮的關係 嘛 那個 醫院的經費也是很緊縮 而且其實 醫院的話也會覺得說 這是你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啊 那這樣的話 其實也會是 在醫療費用上面的協助 其實也會是比較大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台灣 在制度之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 質問 那就麻煩傳一下 我比較想要請問你當初為什麼想到荷蘭留學 然後在洪杜拉斯 洪杜拉斯是當國和會的職工嗎 你現在看到前面的這一小區 都是國和會職工嗎 你後面那兩個 對 這是國和會 國和會啦 對 這是國和會 因為國和會的話呢 其實是台灣官辦民營的一個國際發展 以國際發展為目標的一個組織 他其實原本的話呢 是外交部底下 專門援助國外發錢的一個單位 沒有啦 就是援助國外的一個單位 後來的話呢 其實是在整個台灣民主化之後的話 他是整個就是獨立出來 專門是做那個國際援助的 那其實他們的國際援助 從一開始是做農耕隊為主 我還記得我阿公就是做農耕隊 他那時候有跟我約要過 對 他在緬甸做農耕隊的呢 我突然想到 對 他那時候跟我說 我以前去協助中洞 技術 哇 對 就是一開始台灣的是真的是從農耕隊開始 但是後來的話呢 就是其實在我們所有的方交國 開始有農集團嘛 就是農集團後來的話呢 就不是只有農業 因為台灣的話 除了農業很厲害之外 科技業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其實在農業科技 甚至更多華語教學文化的部分 還有更多其他的部分 他後來就是 他是要問你為什麼去荷蘭 沒錯 哈哈 講得很high 對 所以我就是因為後來的話就是 後來因為我那時候在洪都拉斯 是有看到一個社工相關的一個職缺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 結果後來 結果後來那個也是另外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也蠻有趣的 就有去那邊 然後後來在荷蘭的話呢 主要是因為呢 便宜 他修 因為還是一樣有做那個 ecell鍵表還有swat的分析 那一套又有出來 所以研究方法學大家都要學好 對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是有比較嗎 就是因為畢竟我是讀社工的背景 我想要了解 社會 國際發展的部分 然後 而且是跟社會戰爭相關的國際發展 因為國際發展有很多塊 那所以其實在社會科學的部分的話呢 你就開始去找 而且我講會 而且要講英文的 因為我不想再多學一個語言的 太痛苦 哈哈 所以呢 就開始 在swat分析出來的時候 就美國 美國就先撇到一點美國太貴 那個加拿大也太貴 然後呢 就剩下 英國跟歐洲 英國歐洲 歐洲大部分其實英文都很差 荷蘭人音樂最好 對 然後呢 以國際發展來說的話呢 其實英國 英國跟一些比較大的國家 他也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社會科學跟國際發展的起始點 所以他們其實也比較蓬勃 產業也比較蓬勃一點 所以那時候我主要就是 著眼於英國跟荷蘭 然後後來 在我好朋友的幫忙之下 其實都有上 但是英國真的太貴了 而且我就覺得 讀書的話呢 不需要太華麗 無時的讀書就好 對 所以後來我就選了我學校 那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我學校的話 很不錯的是說 我們學校他其實是 喔 幫我們需要打一下廣告 ISS 就是 我們的 這是ISS 對 而且我們自己都說ISS 不是ISS 但是你要發音要標準 對他其實是 路特丹大學底下的一個 國際發展的一個 國際 針對國際學生的 國際發展學院 他主要就是為了培養 就是 那個 世界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人才 就是專門是為了食物跟 學術跟食物連結的人才 去做特別訓練的 所以 那我們的課程的話 不是只有你們 是一年半 因為我們要花半年的時間 去做 去寫我們的論文 那因為我們論文的話 基本上都會要求要 就是要自己去做 我們所謂的田野研究跟場域研究 所以 他也是因為這樣子的訓練的關係 所以 我們的課程是比 原本英國 就歐洲一般一年來說 是比較長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樣是很 實在的一個課程 所以我就去了那個 然後後來也發現 荷蘭人真的很實在 所以就讀得很痛苦 真的 荷蘭人講話真的 很討厭 真的 那是說 我 我覺得你這個 沒辦法 我覺得你寫這個沒辦法 真的 你這樣子的話 我沒辦法把它收到圖書館 你知道嗎 就真的有被講什麼話 哈哈哈哈 對 但是就是學習很多啦 推薦 而且看他又這樣選金喔 有可以達到嗎 有 那那個就是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你剛剛有說就是 那個 吳 吳正移民的那個 那 因為你剛剛有說他們那個 也沒辦法用護照 他們護照也沒人 那 那他當時是怎麼進到這個國家的 就是比較小問題 想問一下而已 不會 這個不是個 這個不是個小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 你應該有很多可以分享 哈哈 對 到底 如果 今天牙醫問我說 欸 你牙齒貝的這樣你有沒有吃糖 一定講沒有吃糖啊 對 但是 也可能是我真的沒吃糖 也可能我真的有吃糖 但是我不告訴他 對啊 那 所以 這個回到護照的問題 啊你有沒有護照 你的確不知道他實際有沒有 那有的護照是真的護照還是假的護照 我覺得這個都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你要大家要記得歐亞大 歐亞大陸是連在一起的 不一定要坐飛機的 那的確坐飛機是最安全的 而且成本上對來說也是比較好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在反彈的時候啊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說 我是有聽到 就是 因為我主要著眼的是 中國大陸的移民 因為中國大陸的 華人移民到歐洲的話 其實是非常長遠的歷史 是從 鴉片戰爭那時候吧 對 所以大概有一百多年囉 所以你那時候 如果你是看歷史的話 去看他們脈絡是很有趣的 他們一開始是 坐船 坐船被苦力賣過去的嘛 或者是水手 然後就是在當地 當地落腳 他們在當地落腳的時候呢 如果以荷蘭來說的話 在當地落腳之後呢 他們可能 欸 失業了 他們在 船開不了了 失業了 他們開始賣花生糖 賣花生糖的話 生意做太好的話 你需要有人手 人手讓你能相信 開始從自己的家鄉 拉人過來 然後從家鄉 拉人過來 一開始坐船嘛 那後續的話 開始的話呢 有鐵路之後啊 我有聽過的路線 我覺得非常厲害的路線 是1990年代那時候的 而且他們跟我說的路線 他們是說 他是哪裡人 溫州 對 荷蘭他們是溫州 溫州那一帶來的 他們從溫州那邊的話呢 先坐大巴 從他們家的小家鄉 坐大巴到縣城 縣城再到省城 省城之後呢 在切到那個鐵路到北京 在北京的一個小旅館呢 就是說窩在那邊 藏在那邊幾天之後 坐西伯利亞鐵路到俄羅斯 從俄羅 合約整個俄羅斯之後 開始在換鐵路 換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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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車啦 不曉得 反正anyway 然後到南斯拉夫 那是年代還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小院那邊已經有些華僑了 換鎮艦 再搭飛機到河來 所以那這些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 在那個年代 而且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 這個的話呢 是派基基圖的 對 所以呢 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台灣 台灣的名詞叫做 熱神經團 英文名詞叫做 Human Trafficking 對 對 那到底 這個東西呢 那大部分很多都是 透過這樣子的管道 很多以大陸來說 很多是透過這樣的管道過 很多通過這樣子 package tour的方式過來的 就是 所以 你說他們有沒有 你說他們有沒有護照 他們可能真的沒有護照啊 他們可能一開始 在找那個 就像我們旅遊蛋白 我們要先把護照交上去嘛 交上去之後 你拿不拿回來也是個問題啊 可能他那個護照有用 或者是說 他的護照之後 就故意不還你了 甚至說 他之後給你的護照 是一本假護照 你才可以繼續留在那裡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 有沒有護照 這個也會是造成 有沒有護照 是不是 有沒有護照 沒有護照的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的話 是說 如果今天他真的護照 給出去的話 我們假設嘛 另外假設是說 就是他有護照 就偏偏不給你 那真的也是啊 如果我們提到資料 就是人身安全 跟資料保密的話 我今天給你護照的話 有沒有可能 你會查到我 有可能啊 真的有可能啊 那這樣子的話 他敢不敢用自己的護照 還是說 有些人很好 有些人其實比較保險一點 他們直接買本獎護照 專門就是看應用的 或是我買一個 買一個BRP 就是買一個外國人區郵政卡 這就是我當地在用的 反正你在醫療體系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差 對啊 所以其實 那這個的話呢 很多人會選擇這個方法 也是因為覺得說 他覺得 每次去看醫生 要落力八縮這麼多的話 那不如我給你一個什麼 那 就是 我不會 就算以為不會的話 你看到卡片 喔這是個卡片 你就不會問 我覺得這也是個 對 這也是一個 這個也就是 我覺得大家是在 為自己保衛的時候 出來的一些方法 對 有回答到問題嗎 請問一下 延伸在那位先生的問題 像你剛才說 有帶過一些藏民嘛 他們在那邊 他們 因為中國大陸 藏民要出去 應該是不容易的 他們是有政治庇護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你這個問題 又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哈哈哈哈 對啊 藏民在跟台灣的歷史 是非常的淵遠流長 又糾葛的 哈哈哈哈 對 如果在場有人 想要補充 也可以補充 哈哈哈哈 對 那 應該是這麼說 我覺得今天應該這麼講 不管他怎麼來 如果 不管他怎麼來 為了什麼來 他今天如果到這個 到了這塊土地上面的話 他可以用怎樣的方式去 繼續經營他的生活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我個人會比較主要是看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外在 所謂外在的條件 他的 增見的狀況啊 已經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 政策的狀 政策的風向的狀況 也是會影響到他的生活 跟他人生 的決定 因為畢竟我們人生 其實基本上來說 都是要做analysis跟swap 對 你才能夠決定說 下禮部應該要怎麼辦 明年要怎麼辦 對 所以啊 所以我覺得是 我覺得其實真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藏人的話 你覺得藏人是不是台灣人呢 不是啊 我問你 如果是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在 呃 民國十年的時候 藏人是不是台灣人 當然不是啊 為什麼不是 我們都是中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啊 那你不能說他是台灣人 他是 可是他是不是中華民國人 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不是 好 中華民國的自我認識 沒有 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繼續問 民國十年齁 那民國三十八年之後政府 那個 根據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 中華民國政府撥遷來台 在海外受苦的四萬萬人民 以及流落在泰國北部的僑胞們 還有流落在印度的藏民 他們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大家自己回答 好 那個 時過境前 民國六十年 聯合國 對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請問一下他們是中 請問一下他們是中國 中華民國 的人 還是中國 人民共和國的人 還是說他們就是藏人 或者是說他們可能有些是嘴著打打打媽媽流亡在外的嗎 那他們他們是印度人嗎 還是說他們是藏人藏人有他們自己的passport 那個藍皮書 沒有綠皮書 忘記 忘記了就綠皮書 他們有綠皮書啊 是綠皮書嗎 對 對 綠皮書 他們有綠皮書啊 那所以他們有自己的行政單位 那他們是哪裡的 民國六十年齁 OK 好那就繼續往下 本來那個 我們中間有很多更複雜的 我們就先跳過 民國 解言之後不就是有民進 我們可以選黨了嗎 民進黨上台之後啊 我們到底是台灣 我們到底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那如果我們的 對中華民國的定義是只有台風金馬的話 那他們到底是 他們到底是我們的誰 那可是我們現場上面 我們現場上面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現場上面 我們還是有中國大陸的 我問的是 你是在台灣還是在英國 在台灣 沒有在台灣的藏人也就是這樣 那所以 我為什麼會講這麼多這麼長一段 是因為 不同階段來台灣的藏人 他們就是會因為這些原因 他們取得的身份證件 跟他們在台灣的狀況就是會不一樣 現在在台灣的藏人的話呢 看 看看他的原始來的國家是怎麼樣 有些在印度的話 他們可能已經有取得印度國籍 印度國籍來的時候 他是什麼人 印度人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 那個 如果他是從 比如說 藏區 達爾拉媽那邊 藏區過來的話呢 他也沒有印度國籍 那是什麼 他是 就是所謂的無國籍人 無國籍人 所以那藏人不是在荷蘭或英國碰到 藏人主要是在台灣 對 對 所以主要就是 不好意思 這邊的話 我比較常看的是那種 達國恩全部也好像去哪裡請 別這麼說 我們藏人 還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藏人在台灣也是淵源流藏 對 而且其實也 他們 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是 他們就醫的話 也是會 他們很多時候 我們在跟他陪伴在他台灣就醫的時候 我們也很多就是會因為 我們一定要先了解說 他是幾年過來的 我們才會了解說 那個年代的歷史脈絡跟政策脈絡 我們才有辦法去 了解他的實際的身份的狀況 然後再去跟他 再去跟音樂討論說 那這樣他可以怎麼做 對 所以其實 這個 那也有可能會因此 我們有碰到沒有政見的 那沒有政見的話那該怎麼做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際的狀況 就真的 藏人的實際就比較是這樣 那當然藏人在國外的話 那就是比較 比較無證明 比如像英國的話 如果給政治庇護的話 那就是 對 政治庇護的話 那他們 政治庇護的話就會是另外的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是難民 或者是庇護的話 就所謂的庇護 庇護的受難 庇護接受者的話呢 庇護尋 庇護尋求者 庇護尋求者 庇護尋求者的話呢 庇護尋求者的話呢 大部分他們都已經 是在體系之內的 那所以基本上來說 像難民的話 大家會住在 比如說難民收入所 或者是說 他們居住到超過 九個月以上 或一年半年以上的話 他們是可以 入住到社會住宅的 那基本上來說 他們 因為他們是 需要庇護疾難逃出的人 所以基本上 他們的醫療 全部都是免費的 是 所以那在基本上 他們就所謂 他們的卡片 他們就所謂的 他們的居遊的 上面的話 就會寫說 他們是怎樣的身份狀 那醫護人員 基本上只要看到 那個卡片的話 他們就會說OK 所以其實這也會是 有一些狀況啊 很多中國 很多比如說中國的移民 他們就會說 他們是法輪功的 可是 誒有可能啊 有真有假的 有 這個我們 這個我 這個我真的也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來說 的確啊 就是 可是我們的確 有聽到說 就是有一些 他們也是 醫療 因為他是 因為法輪功 受到庇護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是可以免費接受醫療的部分 嗯 把麥克風傳到哪裡 那我想要問 就是跟醫療比較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在 不然在英國或者荷蘭 就是看醫生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嘛 那因為他們相對於台灣來講 他們是就是醫藥分業跟 分級醫療做的 比較徹底的國家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是除了去看醫生之外 應該 對於輕微的症狀 可能只是不舒服的話 應該還有一個選擇是去 去藥局買藥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說 就是依照就是您的經驗 就是在那邊 呃 如果是到藥局去買藥的話 是不是也會有一樣的困難 或者是會有什麼不一樣的難處這樣子 嗯 呃 詩沈你的問題 我覺得這問題非常的好 對 但是 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他們是 我覺得就一如我說的 就一如你剛剛提到 其實我覺得在國外的話 他們的醫療分級是分的 是做的比較徹底的 那 呃 另外的話他們在這個 在藥物的部分的話 分級其實 我覺得他們的分也是分的很徹底 所以基本上來說 在藥局的部分的話 你只能夠買到一般性的藥物 甚至說你 比如說買到的所謂的消炎藥啊 或止痛藥的話 就是只有基本的 所以那些的話 基本上就是直接走到店裡面 就是直接去屈城市買這樣就好了 可是一些比較更 就是進一步的藥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國外的話呢 像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要買到的藥物其實是可以 我可以買到的藥物是非常有限的 透過合法管道 可是那其他的藥物的話 你都是需要處方簽 對 你沒有處方簽的話呢 呃 藥局是不會賣給你的 所以就是因為 所以主要是這樣 他們主要就是 也是用這樣的去做區隔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會去說 很多時候他們會用 比如說像WeChat 去做網購的部分 或者是做網購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的藥物 他們可能是透過這樣子 才有辦法用 呃 透過非官邦的狀況取得之外的話 那另外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嘛 就是透過 如果他們有取得醫師的處方簽的話 用原價直接去買 那基本上來說 你在取藥的 取藥或買藥的話 你只要出師處方 處方簽其實就好了 處方簽 然後因為他處方簽其實 他們國外的處方簽是 我相信台灣也是 都是很正式的一個處方簽 所以他上面的話 基本上也說 也都是有所有 就醫院任何 醫院啊 院方啊 所有醫院院方 還有醫生本身 本人的簽名 所以基本上來說 在他們整個體系的資料聯網 是非常徹底的情況下 基本上來說 就是只要拿處方簽去就好 所以比較 取藥比較不會有 身分不光的問題 取藥比較多 大部分不取藥的原因是 因為藥費太貴 後來就是想說 就聽到一個價錢 就嗚嗚阿娘我也就不取 真的 所以第一門檻就是 就是自殺的處方簽 對 一定要處方簽 而且處方簽的話 一定是要 他們處方簽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數位化 數位化的 我覺得 他們數位化其實做的 數位化聯網其實做的非常好 所以既然他們處方簽他們會確認 以確定說你不會重複取藥 或者是拿 拿要拿出之類的 所以聽起來荷蘭算是一個特例 對嗎 可能荷蘭的教會會提起一些 因為 就是荷蘭 對 他們因為會當職工 用這個 對 我覺得荷蘭的話 比較特別是說他們的 藥師 藥師或醫務人員的話呢 一些紀錄 如果你有一定的certificate的話 是可以 可以獨立開 開藥單的 然後他就透過當職工車 對對對 可是他們開的藥單 也就只有基本的藥物而已 就是一些比較基本型的藥物 他們可以開的 其實也是比較有限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牽涉到 比如說通常你要複整 通常是一些比較複雜藥物 還是要透過比較專業的部分 那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也是不容易 傳到哪裡了 就傳下去了 沒有就是拿一下 一定要拿 拿了 然後不用講沒關係 然後就再傳給下一個 要往前傳 就傳給下一個 沒有要幫他拿 哈哈哈哈 他都拿 他都拿 他後面傳過來 他後面已經傳過來 後面已經傳一圈 然後再往前傳 我們就不能拒絕拿 你就一定要拿 拿著再傳 然後最後傳到我這邊 就下課 好 其他 其他 其他要講的話 可能就是要那個 不能 要匯後才講 對不對 你們可以匯後 可以去那個 華新街吃飯啊 吃一個緬甸菜啊 吃一個巴巴斯啊 好 那 也不會生病啦 哈哈 生病的話 那邊也有 那個 門口寫緬甸文的診所 嗯 對 那個在哪裡生病 就要在哪裡看醫生 這樣才會看得好 對 不好意思 我更想要補充一個 我覺得現在 最新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很棒的是說啊 呃 現在網路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的話 都是透過 網路他們 呃 去見 很多一些被引力組織 或者甚至說一些醫生 他們自己發起來的 他們就是透過網路的話 建立諮詢 諮詢的 WeChat Group 或者是說一些 WhatsApp Group 之類的 那所以的話 你可以透過線上 先用你自己的語言跟文化 先去溝通完之後 然後呢 先去做First Consult 就是第一次的尋整 尋問 然後呢 之後他們再決定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呃 台灣其實也 有做一些些 我所知道的話 像我知道 火水全教會那邊是有在 火水全教會那邊好像有抑診 對 那另外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現在開始使用一些 大家都常用的一些 那個電子產品啊 然後呢 互相去增 去增進那個 資訊的流通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 是開始 越來越多 而且我覺得是可以做的 那另外 對啊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我自己想要多補充的 對 那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對 可是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住在上海 然後 其實中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國家 然後 看病也是非常不容易 然後 有幾種不容易 比如說大城市裡面 你如果要去排隊括號 已經出現一種人是他專門去幫你排隊括號的 你可能付他五十一百人民幣 他就去幫你排隊這樣 省去你一天的辛亡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更更有意思的是 你剛才說的那個部分 然後 然後 中國那神奇的地方是說 他已經發展成一個商業化的體系 就是他是一個APP 我那次覺得好玩 我就裝了 那個APP叫春雨 春天下雨 這個意思春雨 然後 他是很神奇的是說 你可以指定 哪個醫院 哪個醫生幫你看診 然後 每個醫生的收費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第一次看診的時候 他可以是 我記得他有幾次你可以免費 比如說第一次 你用這個APP 你可以免費看診 然後你一次可以找三個醫生幫你看 然後 比如說 他會有不同的等級 你這個看五塊 那個看十塊 那當然名醫的話就是 就很多錢這樣 然後基本上我好奇嘛 我就有一次手上長了一個疹子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來看看好了 我就看了一個免費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是什麼 什麼什麼 我有點忘了 然後後來想 我再看一個好玩子 問一個不放心嗎 然後我再問一個醫生 然後那個醫生是五塊錢 然後他就叫我拍照片 什麼什麼給他 然後問一堆問題這樣 他說 你這是過敏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說那我該怎麼辦 他就說 你就擦什麼藥 他就把那藥的名字給我 然後我只要去網路上的藥店 去下單 然後隔天就寄到家裡來 線上看成 對 你怎麼知道那個醫生是 合法的 因為 我覺得那個部分其實大家 我覺得好像對大陸的這種 非常不信任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他要做得讓你非常信任 他其實是 secure每個 確定是他是哪個醫院的哪個醫生 然後是有 比如說他是在哪裡有什麼經歷 這些你都可以看得見 這樣 然後他也會給你一些評論 那當然囉 這是我看 我現在看不出他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搞不好 背後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我沒發現 這也很難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 對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是在一個說 剛開始發展 那什麼都有可能的階段 但是 對他我覺得中間篤定有很多模糊地帶 但是 對於很多不方便看病的人來說 我可能就是住在很鄉下 然後我根本沒有辦法去看病 但是 這個就是一個 至少說第一步 我可以有一個基本的 知道是我到底得了什麼病 然後我可以有一個最簡單的 醫療或怎麼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之前聽到一個藏區的 就是像藏區很多是牧民嗎 他們其實沒有 沒有條件去程式看病 所以他們每次生病的時候 就去廟裡面 然後就拿喇嘛的尿 佛佛尿 佛佛的尿 當作是 治療的 對 當作是治療的 小鬼 對 其實就是那個概念 可是我覺得那可能就是一種安慰劑 因為你在那個環境 真的你要到一個 有醫生的地方 搞不好幾天你都到不了 對啊 所以有時候 活活活自己生病馬上專車去成都醫院 馬上包自己去成都看醫生 可是我覺得 對啊 可是我可以了解 但是我需要說我覺得像這種 比如說所謂的placido 就是這種安慰劑的部分 不管是活活的尿或什麼 其實我覺得對於緊急狀況的人來說 你不可不可謂是一個暫時性的土房 當然就是 當然別強其服用的好 對啊 可是我覺得我又回應了另外一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 所謂 不管是大陸還是 我覺得很多新興國家 他們其實有很多像這樣子的 新的一些產業 我覺得應該說算是線上產業的一些發展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有趣的 而且我覺得的確 像你說也是有便民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你真的來說 但是我剛剛所說的 我剛剛所說的那些部分的話 就 如果回到我自己所知道的部分 我覺得在歐洲我看到了 因為他們大部分可能還是一些 比如說非營利組織自己去做 或者是說是醫護人員 他們自己自發去做的 所以呢大部分來說的話 他們都會有所謂的 比如說非營利的 非營利組織的字號 或者說他們會有醫生的一些的資料 是在NHS上面是可以直接找到的 NHS NHS就是英國健保上面的話呢 他們有每一個醫生的名稱跟履歷 而且你還有也有評分 然後你是可以 他們如果是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這個的話 他們是要去 他們是要就是很明確講出來這些東西 明確把這些資料去透露出來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看他的評分 就是說這個人好不好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多少我知道 還是比較是在那個單位裡面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就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考量 但是我覺得的確你說的 那個也許是3rd way 對啊 好 好 那 我們今天的講座大概就到這邊 如果會後大家要聊的話 這邊就開放著到9點 我們就跟阿總這裡一直聊著 那我們在過年前還有最後一場是下禮拜一晚上 李展鵬會來談澳門 那他也歡迎大家來 那其他的就是年後 那也歡迎如果你覺得你有東西 你有東西 你有經驗 你有知識 想要跟其他人分享 那就跟我們聯絡 我們就 拍活動下去 好 我們拍拍手 謝謝師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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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